进去看看有没有声音 测试测试测试 进去是吧 那一会我这个可以关闭吗 看到了是吧 有声音吗 这个声音是小一点的 要先录进去 把这个 看到了 看到了 我的这个 喂喂喂 听得到吗 这个屏幕是不是有点虚 我们可以去 不用全部站在这里 可以出去 装面 量配 哦 一会 开始好之后可以 就把那照应的门挂上去 你们可以出去吧 只要没有问题 只要没有问题 各位宝宝 听得见吗 这个屏幕可能有点虚 这个屏幕看清楚吧 这个屏幕 看一下那个看手机就行了 好吧 你看一下手机就行了 把门关一下 这个屏幕可能有点虚 这个屏幕看清楚吧 这个屏幕 好了好了 各位亲爱的宝宝时间到了 是这样子 我们今天呢 我们就先用这个一点时间 先把这个习题版 把一到第五页先讲一下 因为很多的宝宝说 有很多的问题是不是 我们先把这部分先讲一下 讲完之后呢 我们再留一点时间 回答大家的问题 大家呢 可以把你们的问题呢 酝酝一下 一会呢 就是我们会有这个提问的时间 如果这个屏幕模糊 或者说声音不清楚的话 你们就在下面这个留言 下面我们把这个习题版 打到第一页 我们先看一下 我们先看一下 第一张 声音不清楚是吧 是不是声音不清楚啊 现在听得见吗 听得清楚吗 现在这个声音怎么样 哦 刚才是我把手机那个打开了 就是我手机不是也有一个那个界面吗 我把那个打开了 那现在呢 现在好点了吗 现在听见了没 是不是还有回音 好好好 他好了他好了 行 那下次我们再把这个条件的改善一下 呃 然后呢 做一个话筒啊 好 那我们今天就开始吧 呃 大家呃 这个大夏天的 多喝点水啊 然后呢 千万不要感冒了 那后面的话我们说 呃 考研呢 呃 是一项这个持久站 我们要坚持啊 一定要多喝水啊 别感冒了 好 下面我们就把咱们的这个学霸刷题笔记 呃 吸体版啊 拿出来 然后呢 我们翻到第一页 我们先来讲一下第一张啊 如果你没有这个笔记呢 也没有关系 呃 就看着这个屏幕就行 因为一会呢 我会在这个屏幕上啊 呃 去这个 呃 的版本书啊 好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第一张 第一张呢 哎 我们说去年啊 他考了一个题目 所以今年的话 正常情况下是不会出题了 但是我们说这个世界上啊 不怕一万 就怕万一 是不是 所以第一张呢 我们还是要意思一下 还是要注意几个点 那第一张 你看这几个题呀 你们就把第二个题 把这个题啊 注意一下就行了 那其他几个题呢 哎 我们说啊 这个你啊 看一看就行了 飘过就OK了 就主要是把第二题啊 哎 还是给注意一下啊 好 然后我们看一下第一题 第一题 他说全部马克思主义学书的核心 和理论结论是什么啊 我们说过马克思主义呢 三个部分是吧 轴旋 震慑马主义啊 这个轴旋 则是马克思主义轴旋 好 理论基础 好 第二部分呢 是政治经济学 这个是理论剖析啊 这个看得清楚吧 这个 好 理论剖析 这个书写可能不太流畅 因为我们这个屏幕啊 好 那么 呃科学次后主义呢 它是核心啊 是这个结论啊 所以呢 我们说正确答案是什么呀 是A选项 你直接把这个A 科学次后主义 呃 滑下来就可以了 啊 下一次再录脸 因为我们这次呢 只能录屏幕 因为它这个平坛呢 它有这个局限性啊 呃 所以这个题正确答案呢 是呃 这个小A 科学次后主义啊 把它画下来就行 那其他呢 我们说都不符合体干的要求啊 直接把它干就OK 好 下面看一下第二题 第二题的话 它说马克思主义的直接理论来源是什么 好 我们说在记这个题的时候呢 我们结合马克思主义 它的三个主体部分来记 轴学正受马主义 因此我们说轴学它来源于什么呀 啊 轴学它是直接来源于德国古典轴学 那么政治经济学呢 它是直接来源于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 还有科学社会主义呢 它是直接来源于英法空小社会主义 第三题呢 这个题啊 是去年的一个题啊 那这个题呢 其实我们说前面啊 一段都是铺垫 然后呢 关键是在后面 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啊 这两位同学同学 他们之所以能够创立科学社会主义 那么它的原因是什么 你们把创立科学社会主义把它圈下来 那么这里科学社会主义指的是什么呀 是一种理论 是不是 是这个理论 好 那我们说要创立一种理论 肯定一方面啊 肯定是要具备一定的客观条件 是不是 另一方面呢 也必须具备一定的主观条件 因此我们说一个理论的诞生 肯定是客观条件跟主观条件相互主义的结果 这个能理解吧 好 因此我们说这个题 我们也是按照这个逻辑去 这个选择 就是马克思恩格斯 为什么能够创立科学社会主义呢 就是一方面 它具备了这个客观条件 另一方面呢 他们又具有这个主观条件 那客观条件的话 就是因为当时啊 这个社会历史条件 就是当时的这个整个 我们说 比如说资本主义经济社会的发展啊 然后呢 这个英法 他们的这个工人运动啊 等等各个方面的条件 所以呢 使得他们在这个实践的基础之上呢 就能够去思考 去一些东西 是不是 OK 这就是社会历史条件 客观条件 另一方面呢 那我们说 要创立一种理论 肯定 跟创立走 他本人的这个主观条件 也是分不卡的 也就是说 在创立这个理论的过程中 那马克思恩格斯啊 他们本人呢 也是付出了非常大的努力 好 因此 那么他们是如何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的呀 就是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 跟个人努力的相互作用的结果 因此我们是这个题选择什么呀 选择C 为什么选择C 就是因为C尬库最全面 因为他既看到了我们去创立这种理论的客观条件 这是客观条件 同时呢 又表明了主观条件 是不是 个人的努力就是主观条件嘛 因此你看 只有这个选项是尬库最全面的 所以呢 他就是我们的正确的答案了啊 好 那看一下A选项 A选项 他说德国在当时呢 是最为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 那我们说 首先这个选项就他本身表述了看 这个选项呢 他是不符合当时的事实的 因为当时啊 德国四分五裂 他不可能 是当时最为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 是不是 好 此外 就这个题干本身来说 我们说 你看这个选项 说德国是个什么样的国家 那么他强调的是什么呀 他强调的是客观条件 因此我们说 这个选项 抛咖他的正确啊 错误 再说 那么他也只是强调了一方面 社会的条件 是不是 因此我们说 从这个角度来看 他是尬过不全面的 因此A不选 A为什么不选 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 是因为他本身表述 这个不正确 好 第二个原因呢 就是因为啊 他只是侧重于在阐述这个客观条件 而没有看到啊 这个马恩 两个人他们主观努力的 这么一个方面 因此我们说 A可以把它干掉 来看一下 B选项 他们对时代有着超越常人的认知能力 那这个选项 就他本身来说 这个选项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是不是 马克思恩克斯确实很厉害 是不是 如果不厉害 他就不可能去创立这么一种 这么科学的理论呢 是不是 所以这个方面我们说 是肯定 是吧 但是我们说这个选项呢 他只看到了什么呀 只看到了两个人的主观条件 就是看到他们力很牛很强很努力 是不是 没有看到什么呀 没有看到客观条件 因此这个选项啊 我们说概括不全面 就是因为他只看到了主观条件 没有看到客观条件 因此我们说 他呢 相对于C来说 他不如C全面 因此可以把它干掉 好第一选项 他们拥有优良的家庭背景和教育经历 那这个选项呢 本身就有问题了啊 那我们说这个恩格斯呢 家庭条件非常的好 是吧 他老爹就是一个资本家 当然他本来也是个资本家咯 好 家庭条件非常好 但是呢我们说教育经历啊 这个不怎么丰富 这个有点惭愧 他们啊 他呀读了中学 是一个这个中学生 读了中学 就没有往下面去读了 但是马克思呢 他这个我们说教育经历很丰富 很不错 是不是 但是家庭条件很差啊 他虽然说一辈子在研究钱钱钱 是吧 但是呢一辈子最缺钱 他是一个测试底底的穷光大 因此我们说第一选项啊 本身表述就不正确 直接把它干掉就行 好第三题啊 就是C是尬库最全面的 好下面呢 我们来看一下第四题 第四题呢 这个题我们直接飘过 你们直接把正确答案滑下就行 因为这个题呢 去年考去年为什么考 就因为去年是这个马克思三成两晚周年 所以呢 意思了一下 考了一个题是吧 直接把正确答案滑下就行 就是我们的这个C正确 其实不去酒 因为不会考 不会考的话 就给你们直接飘过 要给你们减轻负担 给你们做减法 好下面我们看一下第二章 第二章 世界的物质性及其发展规律 那我们说今天呢 主要是讲维物论 什么是维物论啊 维物论就是说 它回答了世界的本源 也就是说世界是什么的问题 是不是 一共有这么几个光 第一个光呢 是这个哲学光 第二光物质光 第三个运动光 第四个光 时空光 第五个光 意识光 第六个光实践光 是不是 好把这几个光学完了 那么我们就来看一下 首先看一下第五题 第五题呢 我们说它是属于什么的内容啊 它就是考了一个点 就是哲学基本问题是什么 好 因此我们说关于这个点呢 是一个基本的记忆性的考题 好同学们注意啊 就是在我们马源这么课程里面 有一些题啊 它是基本的记忆性的考题 比如说像这样的题 那碰到这种记忆性的考题 我们只有一个办法把它记住 是吧 这个就不要你这个 把这个小指头在那里 这个仔细的分析没有必要 是不是 这个分析也没有用 是不是 它不会考你分析的过程 你只需要把这个结论记下来就行了啊 好 那么像这个我们直接记住这个结论就行 就是安格斯他认为 全部哲学 特别是近大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什么 直接把C滑下去就行 好 为什么选C 因为这句话是安格斯说的 安格斯他的原话就是 全部哲学 特别是近大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 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 因此只能选他了 是不是 好 那么其他几个选项呢 你不要去管他 也不要去思考他 为什么不对 好 为什么不对 就是因为这句话是安格斯说的 好 这就是理由 好 因此把C滑下去就行 好 下面呢我们来看一下第六题 第六题呢这个题啊 是我们一千题里的原题啊 各位宝贝啊 你们是不是感觉有一种非常熟悉的感觉呀 你看他说这个物质和意识的对立只有在非常有限的范围内才有绝对的意义 好 那么这个我们说先把对立画下来 什么叫对立啊 对立我们后面会讲到啊 但是在这里呢 我们可以把这个对立啊理解为区别 是不是 好 后面会讲到对立 就是说这个矛盾的双方啊 相会爬斥相互背离的性质和趋势 那么他呢 有很多种表现形式 比如是区别呀 不同啊 差异呀 对控啊 等等是不是 好那么这里讲两个概念的对立指的是两个概念它的区别 是吧 那么两个概念的区别呢 只在非常有限的范围内才有绝对的意义 也就是说在一点上 两者的对立就是什么 具有原则性的界限啊 就是绝对的 是无条件的 那么除了这个范围之外 那么其他啊 这个都是相对的 就是说都是好商量的 是吧 啊 那么关于这个呢 我当时还给你们举一个例子 就是把这个物质呢 比喻成什么 母亲 是不是 把意识呢 比喻成儿子 那你看母亲跟儿子的对立 我们说在一个问题上 它是啊 具有原则性的区别 就是啊 没有任何少量的余地 那就是什么问题呢 就是到底谁是当妈妈 谁当儿子的问题 是不是 这个问题就是一个 哎 我们说啊 这个原则性的问题啊 这个问题免谈母亲就是母亲 儿子就是儿子 是吧 如果把母亲变成这个儿子 把儿子变成妈妈呢 啊 这个世界就弄套了 是不是 所以说我们说 这里的绝对的意义是什么意思 刚才讲了 好 这个范围呢 就是谁当妈妈啊 谁当儿子 那么用我们哲学的原来理解 就是到底是何者为第一性 何者为世界的本源的问题 这个第一性我们也可以改成 本源啊 也就是说物质和意识啊 何者为第一性 何者为世界本源的问题 好 因此我们说这个范围就是什么 就是小A 因此A是正确的答案了 是不是 好 那么这个小B选项 说物质和意识啊 是否具有统一性 这个统一性 我们说过这个统一统一性啊 就是相对于什么呀 统一性 这个意思 是不是 好 好 那么我们说对立和统一啊 它是一对相对的 这么一对 则学范围 是不是 好对立指的是什么 区别不同差异 而统一呢 指的是两者的相互依存的这种关系 是不是 好 那因此小B就犯了一个错误了 是不是 人家明明问什么呀 问区别问不同 结果小B在那说啊 两者啊 具有这个联系 两者呢 是相互依存的 是不是 他明显犯了一个自助独情的错误 是不是 所以呢 他跟我们的提干呢 是不匹配 所以呢 我们要把这个自助独情的家伙啊 给他干掉啊 为什么不选 就是因为他答备所问 是不是 别人问对立 然后呢 他回答统一 是不是 好 至于C物质和意识 何者更为重要 还有D物质和意识 何者与社会生活的关系 更加的利切 各位宝宝追 那么这种选项呢 你看什么什么 比谁更什么啊 我们把这种选项 概括为什么呀 这个偏心的选项 是吧 或者说这种比较的选项 是不是 好 当看到这种选项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慎重 因为这种选项呢 基本上都是错误的 你们在做题目的时候 会经常看到这样的选项 是吧 什么直接经验 比间接经验更重要 是不是 好像这样子的 是吧 当你看到这种选项的时候呢 就一定要引起高度的 这个重视 好 这个题 我们就讲到这里 下面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第七题了 第七题 这个题呢 稍微有点难度 这个题呢 我们有一个图 就是在我们的学霸刷题笔记 有一个图 大家如果有学霸刷题笔记的话呢 可以翻开我们的学霸刷题笔记 可以翻到我们的这个 我看一下多少页 可以翻到第六页 第六页 刷题笔记在右边有一个图 是吧 马轴 旧维物主义 维新主义 他们三者的区别是什么 好 所以呢 我们来讲一下 首先你们把一个概念画下来 什么叫马克思主义轴旋旋 好 注意马克思主义轴旋旋 它又有另外一个名字 叫做辩证维物主义 辩证维物主义 加上历史维物主义 好 马克思主义轴旋旋 又叫做辩证维物主义 与历史维物主义 这就叫做马克思主义轴旋 那马克思主义轴旋 与维新主义轴旋 旧维物主义轴旋 他们的根本区别是什么 你看这个题出的非常非常有水平 因为他把我们整个轴学的 那个分类那个图 都拿出来考了 特别是你看里面还有什么辩证 这个辩证法是不是 我的个天哪 这个题真是出太有水平了 就是他把我们那天上课的时候 就那一张轴学分类 那个图全部拿出来考了 好 那么我们今天来简单先回顾一下 看大家是否还记得 好我们说 这个哲学它的分类可以这样子 首先我们说根据这个世界的本源来划分 可以把哲学分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 是不是 那如果认为这个世界的本源是物质是存在 意识会说精神会说思维是怕生 那么这就是唯物主义 好反之如果认为这个世界的本源是精神 是意识是思维 而物质和存在呢是怕生 这就是什么呀 唯心主义 而唯物主义 所以我们说从古到今 他又经历了三个发展形态 那就是古大 普世唯物主义 近大行恩上学唯物主义 以及我们现大的辩证唯物主义 也就是这个我们说马克思恩格斯他们的唯物主义 是不是 好那唯心主义呢 唯心主义呢 又根据对这里的意识精神思维啊 这个不同的理解也可以进一步细分啊 如果他认为这里的意识精神思维是我们人的意思 我们人的精神我们人的思维 这就是什么呀 主观唯心主义 如果认为自己的意识是啊 能啊 这个之外的这个客观的精神 或者说客观的原则呢 这是客观唯心主义 是不是好 那么下面呢 我们就来把他们啊进行一个汇总啊 你们可以打开我们第六页啊 这个图啊 或者说如果没有这个刷提笔记的这个背证版的宝宝呢 就看一下我给你们画一个草图啊 因为这个笔呢不是很流畅所以呢 可能画的比较维俗啊 好我们看一下马轴啊 马轴啊 马轴 马轴刚才说了就是辩证维吾主义 呃 与这个历史维吾主义是不是 我简写了啊 好就是马轴 那马轴的话呃 刚才说了就是辩证维吾主义和历史维吾主义 好下面呢就是旧维吾主义 旧维吾主义呢 它包括两种 一种是古大的普世维吾主义 一种是这个近大的行为上学主义 上学维吾主义啊 好下面就是维新主义 维新主义呢 我们说它既包括了客观维新主义 又包括了主观维新主义 是不是好 包括客观维新主义的故事啊 好来看一下他们的一个区别和联系啊 好我们说马克思的哲学 它是彻底的维吾主义 为什么说它是彻底的维吾主义呢 就是因为呀它在自然观上和历史观上都坚持了维吾主义 它在各个不同的领域都坚持了维吾主义 什么叫自然观 我们上课的时候讲过了 就是对于自然界的本质啊 及其发展规律的认识 这叫做自然观 什么叫历史观呢 则是对人类受过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的认识 这就是历史观 是不是马克思主义走权 之所以说它是彻底的维吾主义 就是因为它在这个领域坚持了维吾主义 我们用yes来表示 好在这个领域呢 也是坚持了维吾主义 就是因为它在这个领域坚持了维吾主义 我们用yes来表示 好在这个领域呢 也是坚持了维吾主义 用yes来表示 好 那就维吾主义 那么它呢 它为什么叫做不彻底的维吾主义呢 就是因为它在自然观上啊 我们说坚持了维吾主义 当然是呢 在历史观上啊 因为它没法去解释 我们人类社会的一些现象 比如说生产力 比如说生产的关系 它实在是没法去解释 它不知道什么是生产力 什么是生产的关系 因此我们说 它最后呢 万般无奈 只能这个pdpd 滑现了这个 我们说维吾主义 所以它在历史观上 我们说它是没有坚持维吾主义 我们用一个n来表示啊 好下面我们看一下维吾主义 那维吾主义的话呢 我们说它既然叫维吾主义是吧 所以呢在各个领域 它都是什么呀 啊 都是坚持了维吾主义 因此我们说 在自然观上 它是坚持了维吾主义 在历史观上呢 也是坚持了维吾主义 是不是 好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下啊 这个选项了 好这些a选项 坚持人的主体地位 好各位宝宝注意 坚持人的主体地位 这是三种它们的共同点 在旁边写上三种的共同点 马克思主义轴学 微信主义轴学 旧吾主义轴学 它们都啊 这个东西没有问题 都坚持这一点 你就直接在旁边写上就行 好 B坚持用辩证发展的观点去认识世界 好同学们注意啊 那我们说这个表明是什么呀 是辩证法 是不是 辩证法 我们说根据这个世界怎么用啊 可以把轴权分为辩证法 和行为上学 所谓的辩证法 就是联系 发展 全面 承认矛盾 所谓的行为上学呢 就是孤立 禁止 片面 否认矛盾 因此我们说 是否用辩证的观点 这是行为上学 和辩证法的一个区别 是不是 那么在这几个 我们说轴学里面 那么哪些是用辩证法呢 各位宝宝 注意 那马轴里面 马克思主义轴学 这个肯定是坚持到辩证法 是不是 因为我们说它的辩证法 叫做什么呀 叫做唯物辩证法 是不是 好 那旧维吾主义呢 旧维吾主义里面的这个 这个近大行业上学呀 维吾主义 我们说它有几个特征 还记得吗 第一个特征 就是把物质的一般 等于物质的特殊 认为物质是原子 是分子 是质 好 第二呢 就是它具有机械性 第三 它具有行为上学性 好 就是用孤立 禁止 片面的观点 去看问题 是不是 第四 它具有不彻底性 好 那维吾主义呢 好 维吾主义就比较复杂了 它有的坚持 这个行为上学 有的呢 又坚持辩证法 你比如说 黑格尔同学 黑格尔同学的辩证法 是非常非常厉害的啊 厉害到什么程度呢 就是厉害到 连这个马克思 都对他谋罢三分 所以开始的时候 马克思 他是黑格尔的小迷弟 他真的是就跟黑格尔混的 就是他非常非常 就是非常非常的 我们说这个崇拜 他的辩证法 因此你看 维吾主义里面 也有辩证法 因此我们说 第一选项坚持 用辩证发展的观点 去认识世界啊 我们说 这个 并不是三者的区别 因为我们说 马轴他坚持了辩证法 但是旧维吾主义里面 这个近大行业上学 维吾主义呢 他是没有坚持辩证法 但是维吾主义里面呢 他有的坚持了辩证法 有的呢 没有坚持辩证法了 是不是 所以这个问题就比较尴尬了 是不是就比较模糊了 所以呢 B为什么不选 就是因为他 并不是他们三个的根本区别 好 所以把B干掉 C坚持物质低性 E是调性 那这个 就是说 总而言词就是说 认为谁是世界的本源 是不是 好 那么在这个问题上 我们说 这是什么跟什么的区别 这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区别 是不是 唯物主义认为物质地性 意识调性 那唯心主义呢 认为意识地性 物质调性 这里的第一性 也可以叫做什么呀 本源 这里的调性 我们也可以用一个词来表示 就是帕森 或者说赫 是吧 还记得吗 我们前面讲过啊 好 因此我们说 C选项是什么跟什么的区别啊 是马克思主义走选 和唯心主义的区别 也是 旧维物主义 与唯心主义的区别 并不是三种 它们的区别 因此 这个选项 为什么不选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好 终于拿到了小D 坚持从客观的物质实践活动 去理解现实世界 所以什么叫现实世界啊 就是我们人类的世界 是不是 人类的世界啊 现实世界是马克思 他们是这个概念 那么指的就是人类世界 好 坚持从客观的物质实践活动 去理解我们人类的世界 好 那么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你看 这个马克思主义走选 他在这个战争观上 坚持了这个维物主义 就是认为这个 哎 我们说整个物质世界啊 都是统一于物质 好 之外呢 他在历史观上 他也坚持了维物主义 那么他在历史观上 他是如何去阐述他的维物主义呢 就是他引用了一个概念 叫实践 什么叫实践 所谓的实践 只是人类能动的 改造客观世界的 社会性的物质活动 他是一种物质活动 好物质活动 那马克思就是因为他把实践 这个概念 引入到了历史观 好 他认为我们社会生活的本质 都是什么呀 都是实践 是不是 而实践呢 又是物质活动 因此我们说 马克思 主义走学 在历史观上 他也坚持了什么呀 维物主义 好 因此第一选项 才是三者的一个根本区别 为什么是三者的根本区别 就是因为他不仅在战观上 而坚持了维物主义 还在历史观上坚持了维物主义 而我们说旧维物主义 只是在自然观上坚持了维物主义 在历史观上呢 滑向了维物主义 而这个维物主义呢 不仅在自然观上是维物主义 在历史观上呢 也是维物主义啊 言人总之 总而言之就是三者的根本区别 就是看在历史观上是否坚持了维物主义 也就是看是否从这个客观的物质实践活动啊 去理解整个人类世界 好这是关于第七题啊 好下面我们来看一下第八题了啊 第七题的话就是你知道每个选项 为什么出为什么对就行了 关键是要把这个图搞清楚 好下面看一下第八题 第八题呢我们之前1000题的时候呢 也讲过是不是 好那么他说维物主义一元认同维新主义一元认 对立的根本点在于什么 好同学们把对立啊画起来 对立讲了什么呀 对立指的是区别是吧 好说他们的区别的根本点在于什么 好我们在讲到概念与概念的区别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形成这么一种 呃就是思维的定式 就是我们不仅要知道它的区别 还要知道它的呃这个共同点 是吧 不仅要知道不同 而且要知道呃这个共同点 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在助题的时候才能够举一反三 是不是 如果下次再给你出一个题 说维物主义一元认同维新主义一元认 它的相同点是什么 你就要知道是不是 首先我们看一下维物主义一元认同维新主义一元认 它们的相同点 那么相同点是什么呢 看到了没三个字 一元认 是不是一元认 那说明什么呀 就是 无论是维物主义一元认 还是维新主义一元认 如果认为世界的本源有两个那就是二元认 如果认为世界的本源有两个以上那就是多元认 因此我们说维物主义一元认同维新主义一元认 它的共同点 就是都坚持了世界的本源只有一个都是一元认 这是两者的共同点 那区别在于什么呢 区别就在于这一个本源到底是什么呢 是吧 如果认为这个世界的本源啊 是物质 那就是维物主义一元认 如果认为这个世界的本源是精神是意识是思维呢 那就是维新主义一元认 是不是 因此我们说综上所说 维物主义一元认同维新主义一元认 它的一个不同点就在于谁是世界的本源 是不是 好 因此只有C是正确的答案 那关于A 世界发展动力问题 我们说这个指的是什么呀 矛盾是吧 矛盾 他是说 回答这个问题是吧 好 意识的本质 好 什么叫意识本质 我们讲一下 所谓意识本质 所谓的意识 就是客观世界的主观印象 客观世界的主观印象 好 后面 实践的本质 什么叫实践 就是 它是人类能动的打造客观世界的社会性的物质活动 这就是实践的本质 好 这是关于这个题 好 那下面呢我们来看一下第九题 第九题呢 这个题啊 很多宝贝啊 还要问 因为之前呢我给你们讲过了 在一些题里面有这个题 是不是 好 这个题同学们注意啊 就是刚才呢我们说 我们说根据这个世界的本源是什么 可以把走水呢 分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 如果认为世界的本源是物质 精神 意识是怕生 就是唯物主义 如果认为这个世界的本源是意识 是精神 而物质是怕生呢 就是唯心主义 但是根据对这里的意识精神的不同理解 那么唯心主义呢 啊 这些哲学家呀 又开始打架 还有的哲学家呢 他认为啊 那么啊 这里的意识 精神和思维呢 是我们人的意识 我们人的精神 我们人的思维 而言总之总而言之 就是跟我们人相关的意识精神 思维 就是我们把这个称之为主观唯心主义 好 还有一些哲学家呢 他认为啊 这里的意识 这里的精神 这里的思维啊 是跟人没有关系的啊 是人之外的 这个客观的精神 客观的原则 比如说他们认为这个世界是谁创造的啊 是上帝创造的 是不是 你看这就叫做客观唯心主义啊 上帝创造了这个世界 是不是 好 那么这个题 心成 走灵 心不成走灵 心 我们说 这个是在我们中国 走学里面 经常出现的一个概念啊 那么心指的是什么意思呢 心指的是精神 是吧 精神 好精神 我们精神 我们人的精神 我们人的啊 这个 越界的什么真诚 那么就会什么理念 如果不真诚啊 就不灵 是不是 好 说明什么是世界的本源啊 精神 是世界的本源 是不是 因此 我们说 他是属于什么样的观点啊 精神是世界的本源 那当然是唯心主义啊 是不是 但是这个精神 到底是人的精神呢 还是什么的精神呢 好 肯定是人的精神啊 是不是 好 因此我们说是主观唯心主义的观点 好 因此我们这个选项呢 它是夸大了意识能动作用的唯心主义的观点 好 你把这个选项就可以了啊 好 好看一下A选项为什么不对啊 主张物质和意识具有统一性的啊 辩证唯物主义观点 我说这个呢肯定不是 因为我们说这个是正确的是吧 正确的观点 而B 主张思想就是物质的这个庸俗唯物主义观点 好吗 这个呢也不是 是不是好 关于这个庸俗唯物主义观点啊 要给各位宝宝讲一下 就是因为我看到有的宝宝问我这个庸俗唯物主义 跟机械唯物主义有什么区别啊 各位宝宝注意一下 那么所谓的庸俗唯物主义呢 就是它把这个思想把这个意思呢 等同于每一种特殊的物质 因此就是说它呀是混淆了意识跟物质的界限 比如说它认为什么是意识呢 意识就是我们人脑的分泌物 好你看很恐怖吧 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啊 就是马克思啊 他们的这个大脑的分泌物是吧 一堆分泌物在那个地方 这就是马克思主义 好想想很恐怖是不是 好这就是庸俗唯物主义观点 就是说它把这个意识 把这个思想把这个精神呢 等同于某一种特殊的物质 把这个呢 唯物主义啊庸俗化了 是不是好 因此它是我们说混淆了意识跟物质 它们之间的啊这个区别 好那么什么叫机械维物主义呢 好机械维物主义啊 它是把这个物质的一般 等同于物质的特殊 好比如说它认为什么是物质啊 物质就是原子 是不是你看物质 我们说是一个高度车上的概念 它是标志客观实在的这些范畴 而原子呢指的是物质的具体结构 是吧 这个是特殊 哎前面物质呢 这个是一般是吧 是一个测试的概念 是一般原子是特殊 是物质的具体结构 因此机械维物主义啊 它是把物质的一般等同于这个物质的特殊啊 所以同学们啊不要混淆了这两个概念啊 好关于C呢 我们说肯定不是了是吧 这里并不是客观维性主义的观点吗 你直接把它给咔嚓干掉就可以了 是不是 好那这个题啊 各位宝宝明白了吧 好还有的宝宝说老师啊 那就是如果我去求神我去罢福 是不是 那么我罢的是神我罢的是福 那么这不就是客观维性主义的吗 你看 我们说这里的心指的是什么啊 是精神 是人的精神 我不管你去罢福 还是这个是罢什么东西 是谁去罢 是你去罢 是吧 是不是跟你有关啊 当然跟人有关 所以这里的心指的是我们人的精神啊 所以你一定不要去隐身 你不要去隐身 我们主题的时候特别怕隐身 就是说你通过里面那些个别的词句 然后呢你天马行空 你就给它隐身出一些其他的意思 那么这样的话就很容易去选出了 你我们要关注这个题干它本身 那么这样的话把这个题呀就简单化了 那么我们往往正确率呢会更高啊 这是我们主题的一个经验啊 就是不要去想它多 好下面看一下第十题的啊 呃 第十题 在下列的命题中包含辩证法思想的是 关键词是什么呀 辩证法 好各位宝宝 我们一起来回过一下 什么叫辩证法呀 就是联系 发展 全面 是吧 用联系的观点 发展的观点 全面的观点去看问题 承认 矛盾 是事物发展的源泉 和动力 出生 这就是辩证法 那么什么叫行为上学 与此相反 只是用孤立 禁止 片面的观点去看问题 否认 矛盾的存在 好 下面我们看一下哪些选项 是体现了用联系发展全面的观点去看问题 成为了矛盾 好 首先看一下 A 一穷走变 变走通 通走久 你看 强调是什么 变是吧 穷了就会变通 变了就会通达 通达了就会长久 是不是 好你看 强调是一种变化运动 因此 是不是用联系全面发展的观点去看问题啊 当然是啊 所以说是变这法是吧 变是吧 好看一下 B选项 互兮 福之所一 福兮 互之所福 看一下啊 好你看 互和福 是不是对立的两个方面啊 好我们说在哲学人里面 这种成对的啊 对立统一的 则是矛盾双方 对立统一关系 我们说把这个就称之为矛盾 是不是 这个关于矛盾呢 我们后面会有两节课会专门给你讲 你今天就知道什么叫矛盾就行 矛盾就是对立统一 好 既有对立又统一 什么叫对立呢 就是相互爬刺 相互背离的性质和趋势 什么叫统一呢 相互遗传相互 逛通的性质和趋势 好 那么成对出现了 是不是 成对出现了 他们之间 相互 逛通的性质和趋势 好那么成对出现了 是不是 成对出现了 他们之间相互爬刺 相互背 相互背离 同时呢 又相互遗传相互转化 这就是矛盾 你比如说 什么 上啊 下啊 男啊 女啊 主啊 幼啊 是不是 大呀小呀 就是你看这种成对出现了 是不是 好 ok 这就是啊 我说矛盾 因此你看这个地方 讲了什么啊 户和服务两个方面 是吧 相互遗传是吧 还有呢 服务户啊 这个也是这样子是吧 所以说我们B也是变成法的观点 去 C 道之他源出于天 好天不变 道也不变 不变 什么意思啊 这个我们知道吧 不变就是禁止了 是不是 天禁止 道呢 也是禁止的 说明用什么样的观点去看问题啊 孤立禁止是吧 禁止 偏密的观点去看问题 因此我们说 这个是什么 这肯定不是变成法 是行案上学 好后面 龙郭大蟹 哎 迷惊其心 你看大蟹 这讲什么啊 讲的是这个新陈大蟹啊 新陈大蟹 好 新陈大蟹 我们说 这个是什么啊 强调是一种啊 这个发展的观点去看问题 是不是 也是强调用运动变化发展的观点 去看问题 因此我们说这个也是属于 辩证法 好 因此这个题正确答案是什么呀 A B D 三个选项 好了 什么叫辩证法啊 辩证法就是说 用联系 全面 发展的观点去看问题 还有呢 成了矛盾 那么这个矛盾呢 是受发展的圆权和动力 所以当你看到辩证法的时候 你就直接联系十个词 联系 发展 全面 成了矛盾 啊 只要用联系的观点 或者说用 发展的观点 或者说用全面的观点 还能成了矛盾 就是辩证法 好 反过来啊 用孤立的观点 或者说用镜子的观点 或者说 用这个片面的观点去看问题 否认矛盾 这就是行乐小学 好 来看一下 这个题不懂是不是 老宝贝 看你们好像有有有点晕啊 这个题懂了吗 辩证法 什么叫辩证法 辩证法 我们说这三个字啊 是简显 其实呢 我们说他卡斯的时候啊 是源于古希腊的一个词啊 讲的卡斯上就是说 进行这个手战论战的意思啊 就是说 这些哲学家呢 特别喜欢辩论 进行这个辩论战 在辩论的时候呢 那么通过找出对方的矛盾 并且呢 就是解决这个矛盾啊 那么把这种 我们说把这种技巧啊 就称之为辩证法 那么我们现在经常说的辩证法呢 就是说 指的就是 跟行乐上学啊 相对立的一种思维方式啊 指的就是说 用联系 用全面 用发展的观点去看问题啊 你看到事物的时候 你看到联系啊 看到两者之间的联系 然后呢 呃 你去用这个发展的观点去看问题 然后呢 你会承论这个矛盾呢 呃 推动了是不是发展啊 简而言之 就是辩论法 就是用联系发展 全面的观点 去看问题 承论矛盾 因此我们说 在技的时候啊 呃 你们在作为我们的公共课 呃 背考了看 你看到辩论法这几个字 你就想起十个字 那就是联系发展 全面 承论矛盾 你看到行政上学 就想到十个字 孤立 禁止 片面 否论矛盾 这就OK了 好了 下面我们就进入到这个第十一题了啊 呃 十一题呢 这个题啊 我们也讲过了 是不是 呃 这个练盈呢 呃 他在对物质这个范畴进行定义的时候呢 就是他呃 既缴了这个物质啊 那么呢 又缴了意识啊 因此呢 我们说他是从物质与意识的关系 这个角度去定义的 你直接把这个滑下来就行 好 这个地方呢 就是还要给你们讲一下B选项 呃 个别与一般的关系去界定 那么这个呢 我们说是安格斯 安格斯同学 他在界定物质的含义的时候 那么他就是从个别与一般的关系 去界定的 好 那么C 走学与具体科学的关系啊 同学们注意啊 这个题呢 你看有点话是吧 呃 他不直接告诉你是什么样的关系 他直接说走学与具体科学的关系 好 同学们注意 那么走学与具体科学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呢 走学我们说 他是研究世界的啊 这个一般规律 或者说普遍规律的 这么一门学科学是吧 但是具体科学呢 他是研究某一个领域是吧 每一个领域的 这么规律的一个科学 你比如说物理学 是不是啊 因此我们说 走学跟具体科学他们的关系呢 是个别与一般的关系 是这种关系啊 所以说C的意思呢 其实跟B的意思啊 是差不多的意思 是不是啊 只不过是他这里呢 闹了一个圈子啊 迷惑了你们一下 好 把这个难度呢 增加了 第一选项认识与实践的关系界定啊 各位宝宝要注意 那这里呢 我们说 为什么这个题不选D 而选A 因为很多宝宝说 老师啊 这个物质 我们说物质范畴很广 是吧 你实现就是物质性的活动嘛 你本身也是属于这个 物质的范畴里面啊 是吧 认识呢 我们有时候可以理解为意思啊 那为什么选A 不选D呢 就是因为我们说 列宁啊 在对这个物质进行定义的时候呢 他的这个定义的原话里面就讲到了物质 也讲到了意识 他并没有讲到认识 也并没有讲到什么 实践 是不是 因此我们说是从这个来界定 而不能选这个 就是因为他的原话里面 讲到了物质 又讲到了意识 而没有讲到什么呀 认识和实践 好了看一下12题 12题 轴学上的物质范畴 与自然科学上的物质范畴的关系是什么啊 那么这个题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题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轴学上对这个物质的定义 与我们在自然科学上啊 对这个物质的这个理解 那么是什么样关系 那轴学上的物质范畴啊 轴学上对物质的定义 我们说什么叫物质 就是标志客观实诈的轴学范畴 是不是啊 客观实诈性是物质的唯一特性 什么叫客观实诈 就是我们人的意识之外 不依赖人的意识 不以人的意识为转移的 这就叫客观实诈是吧 不管你喜欢还是不喜欢它的存在 是不是 这就叫客观存诈 因此我们说轴学上的范畴 它是一个非常非常抽象的高度概念啊 这高度抽象的概念 它指的是什么 反正这个标志客观实诈的轴学范畴 都叫做什么 都叫做物质 好 这是对物质 因此我们说它是从一般的意义上 对这个物质进行的一个定义 也是从抽象的角度 对这个物质呢 进行一个高度的概括 而后面我们说自然科学上 他们对物质是怎么理解呢 自然科学他们认为什么是物质 物质就是原子 就是 或者说就是分子 他们认为物质就是原子 就是分子 因此我们说其实在自然科学上 他们对物质的理解就是 它理解中的物质呢指的是物质的啊 这个具体结构啊 也就是指的是物质的它的特殊的属性 特殊的属性 因此我们说你看 那哲学上的物质范畴跟自然科学上的物质范畴 它的关系就是一般 与这个 诶个别的关系 或者说普遍与特殊的关系 我们在上课讲到 我们说一般与个别 或者说个别与一般 是不是 它又等于什么呀 又等于普遍与特殊 又等于 共性 与个性 还等于 抽象 与具体 好因此这个题啊 为什么选什么呀 选这个B选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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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玩玩注意 哎 也就是说如果这个题啊 把B 普遍和特殊的关系换一个 我换成个别与一般的关系 那选不选 选 如果再换一下 我换成共性与个性的关系 选不选 也选 好我再换一下 我换成抽象与具体的关系 那么选不选呢 也选 好注意啊 就是当你在一个选项里面 看到了个别与一般 你要知道 他就是等于什么 等于普遍和特殊 就是共性与个性 就是抽象与具体 好 这是关于这个内容啊 好 这些内容笔记上都有啊 这个其实我们在一千题 那个班里面 这个已经全部讲过了 但是呢 今天我们等于说 再重新再来一遍啊 好看一下13题 13题 13题 他说 意识和物质的对立 只有在非常有限的范围内 才有绝对的意义 那么超过这个范围 其对立便是相对的 那么这个题考的是什么呢 考的是物质和意识的统一性 也就是两者的联系 是不是 前面我们有个题 讲他们的对立的范围 考的是他们的对立性 考的是他们的区别 是不是 那么这个题考的是 两者的统一性 也就是说两者啊 是相互依存 相互依存的 这么种关系 好 然后呢 我们说具体来讲呢 就是这个物质 决定意识 意识呢 对物质具有反作用 好 是这个关系 他们的联系 好 那么具体来讲是什么呢 首先我们说一方面 物质决定意识 那么物质决定意识呢 从三个方面去理解 首先从意识的起源来看 那么意识呢 它是物质世界长期发展的产物 那其次 从产生意识的生理基础来看 那么意识呢 是人脑的机能和属性 因此我们说 产生意识的生理基础啊 人脑 它是一种特殊的物质器官 它是 哎 这个我们说特殊物质器官 好 第三呢 就是从这个意识的内容来看 那么意识呢 是客观世界的主观印象 好 因此从这三个方面来理解 物质决定意识 意识呢 来源于或者根源于物质 那另一方面 那意识呢 对物质啊 具有反作用 那么这种反作用呢 又可以表现为四个方面 第一 意识活动啊 具有目的性和计划性 好 第二呢 意识活动啊 它具有创造性 第三 意识活动它能够调节啊 能够控制人的生理活动和行为 第四呢 意识啊 它能够指导实践去改造客观世界 OK 这就是意识啊 对物质具有反作用 那这个题呢 就是考察了啊 这个物质决定意识 意识 对物质具有反作用 它们的具体的啊 这几个方面的表现 我们来看一下这些A E是根源于物质 正确 如果把这里的根源于改成 拿源于 也是正确的 是吧 那么讲的就是物质决定意识 是不是 好 意识啊 根源于或说拿源于物质 好 B选项 意识是物质的反应呢 好 这个也是正确的 是不是 好 C选项 意识是物质的固有属性呢 好 你看这个家伙就放了一个错误 叫做移花接木 好 那么把哪朵花给接过来呢 把运动 所以把意识圈下来改成运动 注意 运动是物质的固有属性 或者根本属性 都OK啊 好 C选项 放了一个移花接木的初误 好 然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D 意识是物质的存在形式 好 同学们注意哦 你看这个又是放了一个什么 错误啊 移花接木的初误 是不是 好 那注意 我们说运动 它是物质的存在方式 运动是物质的存在方式 你把这个也改一下 把它改改对 下次看到就知道这个选项是错误的 然后知道为什么错了 一意识可以转化为物质 这个选项很多宝宝呀 不知道如何去理解 好 那么这个选项呢 其实就是我刚才讲的 意识的能动性的第四个方面的表现 就是意识能够指导实践 改造客观世界 通常讲 就是我们在这个实践的基础之上 可以把我们的目标 把我们的理想 变成现实 你比如说我们考研是吧 你考研开始的时候是一个小目标 是不是 但是呢 你通过实践 你把这个目标呀 变成现实 你就从考上的研究生 这就是意识可以转化为物质 好 那么这个选项呢 也可以换一种书法 叫做精神 可以转化为物质 可以转化为物质 好 或者这个选项还可以换成 意识可以变物质 或者说精神可以变物质 好 看到这个选项的时候 也要知道是正确 好 这里的变 也就是转化的意思 也就是说 把一个想法 把一个目标 把一个理想 变成现实 就这么去理解 就OK了 好 注意啊 这个会经常出道 因此我们说13题正确答案是什么呀 A B E 好 A B E 好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14题的 14题这个题还讲吗 这个你们应该 这个应该懂了吧 宝贝们 这个题呢 我们说虽然有点难 有点难 还是给你们再讲一下吧 简单讲一下吧 其实鲁迅啊 他说 本来呢 去这个描神会谷 画鬼啊 本来呢 可以随便去画 是吧 天马行空想怎么画就怎么画 因为这个世界上 本来就没有神 没有鬼是吧 因此呢 我们没法去对证 是吧 你不可能说把你画了这个鬼 去找一个真的鬼 真的神给你对一下 因为这个世界上 本来就没有神 没有鬼 这句话这么个意思 后面又说 你看这些人呢 写出来呢 却是三只眼 藏颈子 也就是说在正常的人体身上呢 夹了一只眼睛 拉长了啊 这个颈子 好 那么说明什么啊 说明 就是说你这个鬼神啊 是 我们说以这个 作为一个原型 是不是 是在这个基础之上的一个 一个发育的反应 这个大家都听懂了 我就不讲了啊 所以呢我们 这个题直接选就行了 这个我们说 头脑中主观自身 肯定是出了是吧 呃我们说呃 鬼神观念 它是什么 是意识 意识是客观世界的主观印象 因此不能说是人头脑中主观自身的 好还有这个B 人脑对客观世界的挖曲反应 好这个呢 诶正确 因为世界上本来就没有鬼是吧 这个鬼神观念呢 是对我们这个正常的人 一个挖曲的 反应 本来人是两只眼睛 结果呢给你挖曲反应了一下 闭成三只眼睛 你本来呢 你脖子很短 结果给你挖曲反应了一下 脖子呢很长了 是不是 好这个没问题 C 人脑对鬼神的虚幻反应 那这个呢就是我说了 如果你们没法理解的话 把这个鬼神啊 换成意识 两个字 然后呢你套进去 人脑头脑中的意识 是人脑对意识的虚幻反应 你就知道哪个错了是吧 哎我们说意识是对客观世界的主观印象 并不是对意识的啊 这么一个反应 好这个没有问题 好这个也没问题 是不是 好因此我们说正确答案是B D E啊 这个相信大家都做到了吧 做到了吧 就对了吧 好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15题 15题这个没讲过 要给你们讲一下了啊 15题他说 这句话呢是马克思同学 呃说了一句话 啊马克思同学啊 你看他特别喜欢书画是吧 一言不合 来句名言啊 然后呢 考了你们死去户了 是不是这个家伙 你看他说 光念的东西 你看光念的东西是什么啊 光念的东西思想的东西 好翻译成走学的术语 意识是吧 好意识 不过是一路人的头脑 并在人的头脑中 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 好 那么这个什么呀 物质的东西就是物质了是吧 好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什么叫意识啊 意识就是我们啊 这个 对这个客观世界的主观印象 是不是 这就是意识 我给你们画了一个图 还记得吧 就是你看了一个苹果 然后呢 你形成对这个苹果的一个反应 好 这就是什么 这就是意识 因此马克思这句话说半天 就是说什么是意识啊 意识就是 我们对这个客观世界的一个主观印象 我们对这个客观世界的一个反应 这就是意识 好 因此看一下这个题 我们会想了不 好 A 意识是人脑中特有的物质 这个知道为什么出了吧 好 同学们注意这个 我再说一遍啊 意识是意识 物质是物质 两者不能够画等号 好 如果把意识看成是某种特殊的物质 就会把唯物主义庸俗化 那么我们把这个叫做什么呀 庸俗 唯物主义 是不是 好 意识是人脑中特有的物质 正确 出啊 这是庸俗 唯物主义的观点 意识它是客观世界的主观印象 它在内容上是客观的 但是形式上是主观的 好 人脑是意识的源泉 出在哪呀 出在人脑 是不是 注意两个点 第一个点 意识的源泉 或说意识来源于 或说意识根源于什么呀 根源于物质 是不是 这是第一个需要注意的 好 第二个需要注意的就是 注意人脑跟物质的区别 是什么 好 人脑它是一种特殊的物质器官 是不是 好 人脑跟物质 它们是一般与个别的关系 物质是一般 人脑是个别 好 因此我们说这个选项处在两个地方 第一个 它不知道什么是意识的源泉 它不知道物质是意识的源泉 第二个 它混淆了物质跟人脑的概念 因此干掉 看一下C 关键的东西和物质的东西没有本质上的区别 好 知道出到哪了吧 没有本质上的区别 当然有本质的区别啊 是不是 如果没有本质的区别 那么你说 呃这个就不要去考研了 是不是 你天上来想啊 你想你考上了不就行了吗 还去考啥啊 是不是 肯定有本质的区别啊 是不是 意识是意识物质是物质 好 干掉 第一 意识是客观存在的主观 印象 这个正确了 好意识是客观存在 或者说客观世界 或者说客观对象 或者说客观事物都可以啊 意识是客观存在的主观印象 意识是客观世界的主观印象 意识是客观对象的主观印象 意识是客观事物的主观印象 都对啊 好 这是关于这个D 一定要注意 好 因此我们说这个题正确答案 知道了吧 我就不讲了啊 第一选项 好看一下 16题 16题还要讲吗 16题宝贝没 16题还要讲吗 不讲的话 就不讲的话 直接飘过了啊 16题不讲了吧 16题 从物质和精神的关系来看 就是我们说物质和精神呢 这个精神啊 又等于什么呀 等于意识 那么关系呢 就是物质决定意识 意识对物质具有反作用 是不是 这就是这样子的关系 好 那么这个题我就不讲了 这个题因为要讲的话 讲很久 所以我们就直接选了啊 好 这个我们说处在哪 处在不具有同一性 因为我们说具有同一性 是不是 好 因此这个选项不对 好 后面这个 虽然表述正确 但是呢 不符合体干的要求 是不是 好 精神不能转化 这个本身表示错 精神可以转化 第一 事物在人脑中的反应 不等同于事物的本身 正确 你画了一个饼 你画了一个饼 在那里画了一个饼 好 这个饼呢 不等于这个真实的饼 是不是 好 还有呢 光念的东西就是这个意识咯 不能够大体物质的东西 C和D 没有问题 好 这我不讲了啊 好 看一下17题 17题要给你们讲一下 17题呢 嗯 说你看这个题根本很长 那没有关系啊 就是说你看我们的词条呀 一直在发生变化 那么这个词条 我们说 它是什么 是一种语言 好 那么词条一直在发生变化 那么是根据什么样发生变化呢 它是根据我们这个时大 根据我们这个社会条件发生变化的 因此我们说 这个考察什么呀 其实就是考察了啊 这个意识啊 跟物质的啊 变成关系啊 考察物质跟意识的变成关系 那就是物质决定意识 意识呢 我们说对物质具有反作用 那这个题呢 它考察的就是物质决定意识啊 那么 当这个 我们说物质变化了 那么意识也要随时发生变化 当我们这个时代条件发生变化了 我们人类的啊 关于这个实际条件的啊 一些词汇 那么也要相应的发生变化 因此 那么这个题呢 正确答案是什么呀 是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A 是客观世界的 主观能 这个世界的 A 是客观世界的能动反应 这个我们说是对意识的一个定义 没有问题 是不是 B 取决于词语含义的变化 那意识是有什么决定的啊 它是由物质决定的 因此我们说它取决于什么呀 取决于物质 是不是 它并不是取决于词语含义的变化 因此出在这个地方 A C 随着社会生活变化而变化 那么这个呢 是对我们这个题 干了一个直接的翻译过来 是不是 好 第一需要借助语言 这一物质 外壳表达出来 好 这个呢 同学们你把这个画下来 这个估计是重点 是理解的难点 好 把这个画下来 注意 同学们 语言 这个我们在上课的时候没讲过 是不是 语言 是物质呢 还是意识啊 我问你们一个问题 语言 是物质 还是意识 认为是物质的 打个1 来看一下 认为是物质的 打个1 与题目无关 你的这个矮多很尖啊 这边有风 我们这边有风扇 因为今天我们空调 空调化了 所以呢 我们今天开了一个风扇 好 来看一下 这个语言 各位宝宝注意一下啊 语言 它是 这个 物质的袜壳 把这个画下来啊 语言 它是 把这句话画下来 语言是意识的物质袜壳 写一句话 下面 语言 是意识的 物质 袜壳 好 那么 如果这句话没法理解 我给你们画一幅画 你们把这个画下来啊 给你们画一个吃的 好 这就是传说中的冰淇淋啊 好 冰淇淋看下来啊 里面这个东西就是意识 外面这层壳就是语言 好 好 那么 什么叫语言 语言是意识的物质外壳 你们在做到语言的题目的时候 看到这个选项啊 查识正确的啊 如果说语言是物质 说语言是意识啊 这些都不是正确的选项 只有这个表述 查识正确的 所以语言它是意识的物质外壳 如果你没法理解 请在旁边画一个 呃这个冰淇淋 好 冰淇淋的里面啊 那些东西就是意识 那么外面这层壳就是语言 好 用这个例子去记住就行了 好了 来看一下 我们的 这个 这个正确答案是 A C D啊 看一下18题 18题给你们讲一下 因为很多宝贝啊 在问我这个题啊 人的意识的主观性表现为什么啊 好 各位宝贝注意 好 那么人的意识的主观性 什么叫主观性啊 你们把它圈下来啊 呃所谓的主观性 就是我们人的主观世界所特有的 什么叫主观世界知道吧 主观世界就是我们人的 呃这个意识 我们人的一个思维世界是吧 好 主观性指的是我们人的主观世界 主特有的 那么跟我们人的啊 这个大脑活动啊 息息相关的 这就叫做主观性 跟主观性相对应的概念 叫做客观性 什么叫客观性呢 就是说 是这个事物本身属固有的客观的啊 这什么性质啊 这只是客观性 好 那么人的意识的主观性呢 有哪几个表现呢 我们在讲这个学霸刷题笔记 背诵版的时候呢 给你们讲过是不是 那么这种主观性呢 哎我们说可以表现为三个方面 我们下面呢 来简单回顾一下 看大家是否还记得啊 那么第一个方面就是什么呢 大家还记得吗 第一个方面就是 反应形式的主观性啊 反应形式主观性 好 什么叫反应形式 反应形式 反应形式啊 我们说有比较初级一点的啊 比较低级一点的 也有比较高级一点的 那么低级一点呢 就比如说什么感觉啊 是吧啊 具体来说就是你看到了什么东西 视觉就是好 你听到了什么东西 听觉你闻到了什么东西啊 嗅觉啊 你藏到了什么东西 味觉你摸到了什么东西 触觉是不是OK 这些通通都是感觉 这就比较低级一点的 好 还有一种是比较高级一点的 反应形式就是思维 而无论是比较低级一点的感觉 还是比较高级一点的思维 这些都是什么 都是反应形式啊 注意什么叫反应形式 把圈去了 反应形式指的是啊 低级一点的啊 比较低级一点的就是 感觉啊 具体来说 视觉啊 听觉啊 嗅觉啊 形式把圈去了 反应形式指的是啊 低级一点的啊 比较低级一点的就是感觉啊 具体来说 视觉啊 听觉啊 嗅觉啊 味觉啊 触觉啊 是吧 好比较高级一点的呢 就是我们说思维啊 这些我们说都是什么 跟我们人 息息相关的是不是 跟我们人的啊 这个大脑是息息相关的是不是 好 所以你看 如果我们一个人啊 眼睛出了问题 耳朵出了问题啊 这个鼻子出了问题 嘴巴出了问题 舌夜出现了问题 很悲剧是吧 好 然后呢各方面出现了问题 你说他还怎么去反应啊 是吧 他怎么去反应这个科学世界啊 所以你看这个是跟我们人 息息相关的啊 好 跟我们人的大脑这个活动 息息相关 反应形式主观性 这能理解吧 好 第二个方面 就是呃 就是呃 大家可以在旁边啊 如果说学法数据笔记呢 可以抄一下 如果没有学法数据笔记 就算了啊 第二个方面的表现呢 就是第一表现 就是不同主体的意识之间啊 就有差别性 好不同主体 那么这里的主体 简而言之就是人 不同的人 他的意识是不一样的 是差别的就是 对同一个客观事物啊 对同一个现象 那不同的人他的看法不一样的 是不是 我还举着一个例子 是不是 我说还是同一个杨老师 有些人很喜欢杨老师 有些人不喜欢杨老师 你看 这就是不同主体的 意识之间的差别性 好 那这个也是主观性的表现 第二个方面的表现 那第三个方面的表现呢 就是这个意识呢 他具有相对独立性 什么叫意识具有相对独立性呢 呃 我们说相对相对 可能说意识是相对于什么东西来说 他具有独立性 是不是这个意思是吧 那么意识我们说 跟他相对的概念是什么呢 是物质 因此我们说 意识的相对独立性指的是 意识啊 他相对于物质来说 他具有这个独立性 那也就是说一方面啊 呃 这个意识 他是来源于物质 他要设这个物质决定 那另一方面呢 他有不同于物质 他有自己特定的形式和这个规律 这就叫做意识的相对独立性 那么意识的相对独立性 有哪几个方面的表现呢 好 第一个方面表现 就是意识啊 对物质具有能动作用 好 那这个能动作用呢 我们前面讲过了四个方面 是吧 意识活动的目的性和计划性 意识活动具有创造性 意识活动能够调整和控制 人的生理活动和行为 好 意识能够指导实践 去改造客观实践 这就是意识 对物质具有能动作用 四个方面表现 这是相对独立性的 第一个方面的表现 就是能动性 那第二个方面的表现 就是意识它可以正确 或者去挖去的反应物质 好 那么意识可以去正确的反应物质 也就是我们C说的 对客观对象反应的近视性 或者说近视正确性 好注意啊 这个C你们看起来很陌生 好 那么C对客观对象反应的近视性 或者说近视正确性 那么这个就是意识 它可以正确的去反应物质 好 我还举了个例子 我说你看 比如说你说杨老师 你是个美女 是不是你看说杨老师是个美女 这就是对杨老师这个物质的 这个我们说正确 或者说近视性 或者说近视正确的一个反应 是不是好 这是关于这个方面 那么什么叫意识 可以挖去的反应物质呢 好 那么这个呢 就是这里的这个一选项 就是意识呢 它对事物反应的虚幻性 是不是 如果说你说杨老师 你这个男人 是不是 你说杨老师是个男人 杨老师本来是个女人 你说杨老师是个男人 OK 这就是对杨老师这个事物反应的虚幻性了 就是对杨老师这个事物的一个挖去的反应了 好 要注意他啊 好 所以呢 我们说一就是也是 好 还有一个啊 还有一个就是相对独立性 还有一个表现 就是意识与物质发展的不同步性和不平衡性 那么不同步性呢 指的是意识和物质发展啊 它不是同一个步调 是吧 意识可以超前 也可以滞后 是不是 好 还有呢 我们说不平衡性啊 指的是从这个空间上来看 意识跟物质啊 它并不是完全同一个节奏 是不是 可能有时候这个空间呢 是这个意识 好 那个空间呢 是那个意识 是不是 我还举一个例子 同一个杨老师 可能南方特别是湖南的宝宝 湖北的宝宝 就会比较喜欢杨老师 这句话给你们 这个我们说 是这个你们的这个方言 是吧 很亲切 但是北方的宝宝呢 会觉得很崩溃 是不是 你看还是同一个事物 但是呢不同地域 不同空间的 这个人呢 对这个事物啊 他的意识不一样 好 这就是关于意识的相对独立性 因此我们说这个题 你看C D E 都是意识相对独立性的表现 是不是 好 因此我们说这个题正确答案是 A B C D E 五个主言都选 这个题难就难在于 他大概念里面套了小概念 是不是 好 你看人的意识的主观性 是三个方面 反映形式的主观性 不同主体意识差点性 相对独立性 而相对独立性呢 他不是直接给你一个相对独立性的选项 而是把相对独立性 插翻为三个小的选项 所以这样就很崩溃了 此外 就是你看他C的表述 是吧 跟我们讲课的这个表述 你看他又换了一种书法 是不是 所以呢 直接把咱们彻底给崩溃了 是不是 这就是咱们走学 咱们走学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我们走学啊 如果你不做题的话 你真的是在做真题的时候 你会觉得觉得真的很崩溃 因为有些书法啊 就是靠我们平时去积累 你像这种表述 如果我们不做这样的真题 我们压根是没法去接触到的 是不是 我们压根就不知道他啥意思 是不是 所以呢 我们就是一定要刷题 不仅要刷题 还要就是知道每个选项啊 他们到底什么意思啊 好 就是关于这个啊 宝宝 下面看一下19题啊 19题 这个题 呃 这个是09年的一道题啊 说当时呢 这个经济危 金融危机啊 在全球的蔓延了 那么在危机面前呢 人们应该积极的主动应对 化非危机 好 积极主动应对 我们说这是什么呀 意识能动性的表现 是不是 好意识能动性 各位宝宝注意 意识能动性 又等于意识的能动作用 或者说意识的反作用啊 这个题如果换一种问法 下列名言中符合意识的能动作用的原理的是 或者说下列名言中符合意识的反作用的原理是 哎 答案是一样的哦 好 我们看一下 那么下面哪些反映了意识的能动性呢 呃 意识的能动性 或者说意识的能动作用 或者说意识的反作用 这个我们刚才呀 呃 讲了半天了是吧 四个方面 诈数一遍 意识活动具有目的性和具体性 好 第一 第二 意识活动具有创造性 第三 意识能够调整控制人的生理活动和行为 第四 意识能够指导实践 改造客国事件 好 我们看一下 诶 信息比黄金更重要 这句话可不可以注意 这句话是08年的时候 这个温家宝 啊 温家宝那么在接受一个查访的时候呢 他说了这句话 当时有些人问他 他说 总理啊 你对我们 这个 目前 这个 碰到这个金融危机 应该如何去看待呢 然后呢 他就说了一句这个振奋能心的话 他说信心啊 比黄金更重要 什么叫信心啊 同学们注意啊 信心其实他对应我们哲学里的一个术语 就是意识 好 那也就是说 这句话什么意思呢 就说 呃 这个危机 没什么可怕的 是不是 呃 那么只要我们啊 呃 这个充分的发挥我们的主观能动性 而沉着 而冷静 那么我们完全是可以什么呀 可以去化危危机的 是这么个意思 是吧 所以这个选项 他抢掉了意识的能动性 没有啊 当然是抢掉了 是不是 因此 好 第一选项我们唯一恐惧的就是恐惧本身 那么这句话呢 是一个叫做卢斯福的 呃 人说的 那么在1933年的时候呢 当时呢 美国啊 他爆发了这个经济的危机 那么当时呢 呃这个卢斯福啊 发表了一个谈话 这个谈话非常的有名 叫做呃这个炉火谈话 啊 啊 颅边谈话啊 颅边谈话 好 那么发表这个谈话之后呢 他就说了这么一句话 说我们唯一恐惧的呀 就是恐惧本身 好 那么恐惧是什么 也是意思是吧 他说我们最怕的是怕什么呀 最怕我们自己啊 这个在恐惧是不是 好 那这句话什么意思呢 这句话啊 还是说啊 这个其实没什么可怕的 是不是 只要我们啊 呃这个 呃 呃 呃冷静 去发挥我们的主观能力性 我们完全是可以 把东西的这个经济为假 化为危机的啊 就这么个意思 所以呢 他其实也强调了说 我们要去发挥我们的主观能力性 是不是 好 c选项 好这句话呢 也是我非常喜欢的啊 就是这句话呢 是这个马克思同学说了一句话 好 那么他说问题与解决问题的方法呢 是同时产生的啊 解决问题的方法是同时产生的 那么这句话什么意思呢 呃 就说呃 我们会出现很多的问题 是不是 但是没有关系 呃因为 这个解决问题的方法呢 也同时产生了 好 只要我们啊 呃能够积极的去应对 发挥我们的主观能力性 那么我们的这些解决问题的方法呢 都会让这些问题呢 已经来 也解的 好 因此我们说他仍然是抢战了 要发挥我们的这个意识的能动性 发挥我们的主观能力性 好 选 好第一选项 那是什么 啊 温家宝在08年的时候说一句话啊 仍然是 有人呃这个采访他 说你对这个经济危机啊 如果去看他啊 好 然后让他说一句这么一样的话 啊 这句话什么意思呢 就说呃任何事情呢 他不可避免的会出现困难啊 但是呢 呃只要我们啊去坚定信心啊 迎难而送啊 啊 那么呃我们呢一定能够克服当前的困难 因此他仍然抢战的是一种什么呀 啊 这个意识的能动性 因此这个题呢 正确答案呢是A B C D 好这个题呢 呃考成了你们的这个呃语文的功底 就是如果我们的语文理解可能差一点的话 这个题可能就会呃有点够翘了 好来看一下二十题 二十题 就是在谭经谭经啊 里面呢 记载了一个故事啊 当时呢 有一阵风吹过啊 吹着那个旗子在那动 好有一个合唱呢 说是风扎动 有一个合唱呢 说是这个旗子在动 好 两个人呢 在那里这个啊 真的灭魂尾刺啊 这个时候呢 一位叫做惠能的高能啊 进来了他说 哎不是风动也不是旗子在动 是能走心扎动 你看又出现了心 各位宝宝注意啊 这里的心指的是什么呢 这个心啊 我说在我们中国哲学上 他指的是什么 精神是吧 是能走的精神在动啊 那么是这个能的他的精神在动 OK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观点啊 OK第一方面 他强调了他动 是不是 所以呢坚持了运动的观点 好另一方面 他认为动的主体是什么呀 是精神 因此他是一种唯心主义的观点 唯心主义的观点 因此正确答案是什么呀 是把小D换起来 好 看一下小A 运动是物质的根本属性 好 同学们注意啊 那我们说这个是什么的观点啊 这是文物主义的观点 是不是 好这个不符合体干的要求 好物质和运动不可分割 非常正确 但是跟体干不匹配 C 精神运动是物质运动的一种形式 好这个呢 就不对了 本身表述出我 注意好 我们说精神就是精神 物质就是物质 精神运动就是精神运动 物质运动就是物质运动 是两种不同的 是不是 好虽然你不能够说他们就是啊 好就是这个题 正确答案是小D 这个选项 好然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21题啊 21题是不是比较难 比较难啊 这个题是不是大家都不会啊 卡了吗 好看一下这个题啊 好了吗 好了吗 如果卡了的话 我就停等一下啊 呃这个等你们一下 哎 我们来讲快一点 不然大家讲不完啊 好21题 21题他说 主张世界上除了运动中的物质 什么也没有 这个观点属于什么啊 好你在旁边写上 这是列宁同学说的一句话啊 好 既然是列宁说的一句话 肯定是正确的呀 就是好 但关键是我们不知道啊 这句话是列宁说的 是吧 悲剧就在这个地方 好那这句话 他说世界上啊 除了运动中的物质之外呢 什么也没有 因此这句话他强调了两层含义 第一个 这个世界的本源是什么 是物质 是吧 实际上除了这个运动中的物质 什么也没有 好你把这个先 先把它给画起来隐藏 是不是好 实际上除了物质之外 什么也没有 OK 第一他是坚持了唯物主义的观点 认为世界的本源是物质 好调剧 调成含义 好运动中的物质 是不是 说明什么呀 他还坚持了辩证法的观点 是吧 这个世界是不断的运动变化发展的 好我们来看一下 他属于什么样的观点 诶 否认人的意识存在的自然唯物主义 好关于这个概念呢 有点牧生 各位宝贝呢 你们把它圈下来 什么叫自然唯物主义呢 那么他呢 他指的是以这个自然界啊 为研究对象的一种唯物主义 什么叫自然唯物主义 他指的是以自然界为研究对象的一种唯物主义 好 好 那么他呢 有他这个好的一面 就是说他认为呢 这个物质啊是一切变化的主体 好 这是他自己的一面 但是呢 他又有不足的一面 就是呢 他猛杀了我们人的能动性 主体性和历史性 好这个呢你们简单理解一下 因为这个并不是我们考纲的要求啊 你知道什么叫自然唯物主义就行了啊 好 B选项 主张世界统一于物质的辩证文物主义 非常正确 是不是 C 否认时间与空间存在性的唯心主义 那这个题呢 同学们啊 我相信很多宝宝会选这个 是不是 就是你们一看到 世界上除了运动中的物质之外 什么也没有 就是你们肯定什么啊 你说 这个这个选项 这个题看 他只看到了什么呀 只看到了物质 是不是 没有看到精神 没有看到 是不是 你肯定会这样想 是不是 但是这个题啊 我们说你不能这么去理解 这个题呢 我们说他抢着的是什么呀 抢着了这个物质运动啊 他具有绝对性啊 就是说 任何物质他都是运动的 好 那这个题呢 他也没有体现什么呀 什么时间啊 空间啊 是不是 这个自己干就行了 第一 把人的意识理解成 某种特殊的精细物质的 机械文物主义 这个地方 各位把我们注意啊 我们说这种观点 是属于什么样的观点啊 庸俗为物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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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并不是机械为物主义 庸俗为物主义 他是把意识啊 等同于某种特殊的物质 而机械为物主义呢 他是把物质的一般等同于物质的特殊 好 简而言之 庸俗为物主义 他是缓消了意识 跟物质的区别 而机械为物主义 他是缓消了物质 一般跟物质的特殊的区别 好 最两者的一个区分啊 好 因为他经常是什么呀 经常这样 给你A和B随便组合 组合成这么一个错误的选项 好 看一下 22题 22题 22题我不讲了吧 这个题我还给你们举例了 这个题不讲了啊 好不好 这个题就是变证法 C 这个题我不讲了啊 这个题因为我还举了个例子 我还画了个图 是不是一个人快信两条河流 这个在我们这一期的这个 我就不讲了这个 因为这个呢 讲的话可能讲时间很长 我们自己就跳过了 C正确 这个是强调了 事物呢 是不动运动变化发展的 是赫拉克利特的观点 是变证法的观点 哎 这个呢是 是赫拉克利特他的学生 叫做克拉迪鲁 他提出这个观点 那么他只看到了动 没有看到禁止啊 或者说否认了禁止 因此我们说他走极端了 是吧 他看到什么啊 只承认觉得运动 但是呢没有啊 这个承认相对禁止 因此呢 他是相对主义的诡辩论 好相对主义诡辩论 好这个我就不讲了啊 这个呢 呃我在我们第四期的下 讲的特别特别详细 好看一下二三题 二三题二三题 这个还有讲吗 呃驻地日行八万里 旋天遥看一天和啊 怎么意思呢 你看 这个是毛爷爷写的一句诗啊 驻地不动 但是呢这个地球啊 哎自撞了是吧 八万里啊 这是动 这个是静 这个是静 表示什么啊 哎 静中有动啊 动中有静啊 体现的是这个绝对运动和相对禁止的关系 好 这个题你们直接把答案滑下去就行啊 这个题我也不讲了 因为我在啊 那个里面讲的很详细了啊 就是我们的第一选项正确 我们关键是要讲一下其他几个选项 为什么不对啊 这个是很关键的 好 A选项 物质运动的客观性和时空的主观性的统一 那这个选项出在哪里 出在时空的主观性 注意同学们啊 时空它不具有主观性 它具有客观性 因此我们说这个选项表述不正确 好 B选项物质运动的无限性和时空的有限性的统一 好 物质运动的无限性啊 没有这种表述啊 没有这种表述 时空它既是有限性又是无限性啊 这个啊 没问题 好 C物质运动的多样性和静止的单一性的统一 好 那么这里物质运动的多样性 注意 它指的是物质的具体形式 它指的是物质具体形式的 物质运动的具体形式 它具有这个多样性 指的是物质运动的具体形式的多样性 好 那静止的单一性啊 没有这种说法 直接把概念就行 好 这是关于这个题啊 好 看一下二十四题 各位朋友看一下二十四题 二十四题的话呢 呃 他说 这个世界上啊 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 好 如果去理解 好 同学们注意啊 世界上唯一不变 不变是什么呀 静止是吧 相对静止 好 是变化 这是什么呀 运动 好 体现了什么啊 体现了我们说 既体现了啊 这个运动 呃 又体现了静止 体现了他们两者之间的关系 是什么啊 那么他们的关系是什么呢 就是动中有静 静中有动 动是绝对的 因此我们称之为绝对的运动 而静呢 是相对的 因此我们把它称之为相对的静止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认动的含义 有哪些 A 辨是世界的本质 好 同学们注意 把世界的本质画下来 好 这个呢 等于什么呀 本源 什么是世界的本源啊 是辨吗 当然不是啊 是吧 是什么啊 是物质 把辨画下来 改成物质 好 B 世界上只有辨 没有不辨 也就是说世界上只有运动 没有静止 好 错误啊 他只看到了运动 没有看到静止 因此他是相对主义 诡辩论的观点 小C 辨是绝对的 不辨是相对的 正确 第一 辨与不辨是绝对对立的 好 这个不对 我们说两者是什么呀 并不是绝对对立 是吧 两者除了区别之外呢 还有联系 是不是 你看啊 他们可以相互转化呀 动中有静啊 静中有动啊 是不是 因此我们说这个呢 哎 表述不对 他并不是绝对对立的 因此正确答案呢 是小C啊 这是关于这个 好 看一下25题 25题呢 反映了动和静的 这个变质关系是什么 你看 风定 风停止了 表示 静止 就是 好 花还在那里路 还掉下来 表示什么呀 运动 鸟鸣鸣鸣 Harm 表示什么样 静止 三更U U表示什么呀 静止 这个表示运动 好 那么说明运动和静止的关系是什么呀 动中有静 静中有动 是不是 因此这个题很简单吧 直接把逼画下就行 那么其他都不是我们的一个进去选项 那么这个呢 可以直接干掉 好 关注一下什么是B了 什么是偶欄 简单就讲一下 好 都会死 是吧 失能都会死亡 这就是什么 必然是一种一定会发生 确定不移的性质和趋势 什么是偶然呢 他指的是 这个事物的联系和发展过程中 不具有确定不移的性质和趋势 好 可以发生 也可以不发生 可以这样发生 也可以那样发生 是不是 好 这就是偶然 好 那么动和静呢 他并不是这样的关系 直接干掉 好 什么叫原因 什么叫结果 这个好理解吧 这个就不会讲了 那么我们说动和静呢 也不是这样的关系 这个概括不准确 接有B 概括查准确 好 26题 有一副对联 说这个就不念了 周行 说明这个小床在动 这个呢 没有动 表示什么 静止 这里表示运动 这里表示静止 天心阁 阁中阁 阁飞 表示什么 运动 阁飞呢 表示静止 说明什么 说明运动和静止 他们自己的关系 那静止是什么 静止是运动的寒量尺度 是不是 你运动要通过什么了 寒量 要通过静止是吧 有静止才运动 是不是 因此 学校 那么其他几个呢 都不正确啊 运动的内在原因 是什么呀 运动 事物运动的内在原因 是什么 事物运动的内在原因 是它的内部矛盾 好 好 注意 事物运动的内在原因 是事物的矛盾 内部矛盾 好 静止是运动的 普遍状态 不是特殊 特殊状态 不是普遍状态 因此这个表述不进去 第一 运动的存在方式 是什么呀 啊 运动的存在方式 哎 我们说 哎 没这种说法 一般是说什么呀 说 时空 是物质运动的存在形式 一般是这样的表述 是吧 物质运动的存在形式 我们一般是这么去表述 这个表述 没有 好 因此我们说这个题呢 正确答案就是小A 好 看一下 第八题 第八题呢 这个题啊 我们来简单 讲一讲 就是你看 一个团队啊 这个发明了 一个粒子加速器 那么你让两种原子 你先把它关键词画下来 翻译成我们学科的原 原子表示什么 好 对应的术语是什么 是物质 是不是 它只是物质结构吗 是不是 我们把它对应一下 翻译成我们哲学的语言 在一个表道里面去做运动 把关键词画下来 表示什么 对应的术语是什么 是物质 是不是 它只是物质结构吗 是不是 我们把它对应一下 翻译成我们哲学的语言 在一个表道里面去做运动 把关键词画下来了 然后呢发现这些原子的时间 比外界的时间要慢 好 那么什么意思呢 人说你看 你这个物质 它的时间的特性 那么 什么意思呢 人说你看 你这个物质 它的时间的特性 那么是要随着 这个物质的运动的变化 而变化 当你这个物质运动变化了 那么你的这个时间的主性 也要发生变化 这体现的是什么呀 体现的是相对性 什么叫相对性 它指的是这个时空 它的具体的特性 是要受物质运动的具体特性 所影响 所制约的 当这个物质运动 那么它的特性发生了变化了 那么这个物质 它的时间空间也要发生变化 那么我们比较 这个常见的例子 有两个例子 是吧 在这个高空里面做运动 那么这个尺子会变短 还有呢 在高空里面 做这个高速运动 这个时间会变慢 这两个很经典的例子 经常作为一个提案 那么这个指的是空间的相对性 这个指的是什么 时间的相对性 因此我们说这个题 其实是什么 时间的相对性 那么客观性 有限性 意味性 其实都不是 好 这个题 这句答案就是C 那么什么叫实性的客观性 就是说实践是客观存在的 是不一样于人的意识 而存在 不以人的意识为左翼的 那么什么叫实践的有限性呢 这指的是 对于具体的事物 或者说个别的事物 我来说 它的发展过程 是有始有终的 是吧 你比如说 人活多少岁 是吧 活70岁 活60岁 不管你活多少岁 你从出生到死亡那天 你是有始有终的 这就叫做实践的有限性 空间的有限性 也是这样子 就是说 对于个别 或者说具体的事物来说 那么它存在的范围呢 是有边有际的 好 一维性呢 它指的是什么 就是这个时间的不可逆性 就是时间 它是朝一个方向前进 这个一去不复返 它不可能什么 从头再来 这就是实践的一维性 朝一个方向去前进 因此我们说 这几个都不是我们提干的意思 直接干就行 来看一下28题 28题呢 你看这个题 在讲这个长江的年龄 是吧 我们先要把这个观音词画下来 然后呢 翻译成我们走学的语言 好 各位宝宝 我们在做走学题的时候 一定要这样做 就是你把这个相关的观音词 把它圈下来 然后呢 翻译成我们走学的语言 然后你才知道 它到底考的哪个原因 你看 长江的年龄有多大 长江是什么啊 对应的概念 当然是物质啊 是不是 年龄 什么的年龄 当然是什么呀 时间 是不是 好 我们说什么年龄啊 年啊 月啊 日啊 时间啊 这个分钟啊 小时啊 秒啊 这些都表示什么呀 表示时间啊 时间是不是到时间了呀 到时间了 我看一下还多少呀 我的天啊 还这么多啊 这样子吧 把这个题讲完 讲完之后呢 我们其他的 我们下次再讲 行不行 不然的话 你们是不是要休息 要要要 要去其他的安排呀 我们这样子 我把这个题讲完 讲完之后呢 我们留一点时间 看大家还有没有 其他的问题 如果有的话呢 我们把现在问题 解答一下 那后面的 这个题呢 我们就后面 找个时间 给你们再讲一下 好不好 或者说 我们把这个讲完也行 很快 把讲完还有几个题 好 先讲啊 那么 也就是说 你看长江 它指的是什么 物质 年龄呢 就是对应的概念 是时间 是不是 好 也就是这个题呢 一直什么 在研究 如何去判断 这个长江年龄 那么如何去测量这个长江的年龄呢 是不是 你不可能啊 这个我们说像效能一样 是吧 去登记一下 这个没法去登记 是不是 那么如何去这个测量 长江的年龄呢 他们想了一个办法 好 其实根据你看 根据这些成绩物啊 它的一个运动啊 那么根据这个来判断 判断长江年龄 好 你看 根据这个成绩物 它的运动 是吧 运动 来判断 这个长江年龄 所以你看这个题 考了几个点 第一个点 考了时间 与物质运动 它的关系 第二个点呢 他们考了 这个物质和运动 他们自己的关系 是什么 首先我们说 关于运动和物质的关系 是什么呢 就是相互遗传 不可分割的关系 是不是 物质 离不开时间空间 那么时间空间呢 也离不开这个物质 物质运动 肯定是在一定的时间空间里面 去运动 好 这是关于第一个点 好 第二个点呢 这是关于时间空间 就是我们说时间空间呢 它是物质运动的存在形式 运动 好 这是关于第一个点 好 第二个点呢 这是关于时间空间 就是我们说时间空间呢 它是物质运动的存在形式 是不是 好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哪一个选项是正确的 首先看一下 时间和空间是有限的 物质运动是永恒的 那时间空间是有限的 好 物质运动是永恒的 这句话没有问题 物质运动是永恒的 或者说无条件的 或者说绝对的都可以 这个表述都没有问题 但是我们说这个题呀 它并没有什么呀 它表述不严谨 因为我们说实现和空间 既是有限的 又是无限的 是不是 所以促杀前面半截 因为它表述不严谨 后面半截是没有问题的 关于是前面这半截 好 后面 B 时间和空间是通过物质运动的变化 表现出来的 好 这个是正确的 就是 好 C 时间和空间是指标 是物质运动的先天形式 有出别字 好 指标是物质运动的观念形式 这哪 观念形式 所以时间空间是客观的 它并不是观念形式 因此维性主义的观点干掉 第一 时间和空间是物质运动的存在形式 好 正确 因此本题正确答案呢 我们说是B和D 好 很快啊 我们去讲完吧 大家也辛苦一下 好 29题 社会的物质性表现质 那几个方面 好 这个题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题 我们也讲过 好 只不过是 它这个选顺发生了变化 所以我们可能又不会选了 社会 则是人类社会 人类社会的物质性 指的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人类社会呢 它是统一于物质 人类社会 它的本源呢 也是物质 好 我们看一下 社会形态发展的过程 是自然的历史过程 好 这个没有问题 是不是 好 B 生产方式是 社会发展的决定利用 没问题 C 社会基本矛盾 决定着社会历史的 这个一般过程 好 这个呢 也没有问题 好 D 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 自约着精神生活的过程 好 没问题 这个呢 是一个基本实际的题目 好 一 社会是独立于人之外的 客观过程 独立于人之外 出在这个地方 因为我们说什么是社会 社会是我们能在 改造自然的过程中 那么我们阶层的 有机的整体 或者说有机的系统 社会是由人构成的 所以它不可能 独立于人之外 所以出在这个地方 干掉 ABCD 是正确学校 好 30题 30题 来看一下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 好 人类 谁是谁 这个是什么呀 主体 好 已经干了什么样的事情 实践 我们说 干了什么事情 做了什么事情 发明了什么事情 这个都是什么 都是实践 是不是 发明过了一些实践 好 这个发现了什么东西 这些东西 你看 这些自然界 原本不存在的化合物 好 那原先不存在的化合物 我们用一个词来形容 就是自在植物 因为马克思 他的话来说 就是自在植物 就是自然界 原本不存在的 这个东西 我们把它称之为 自在植物 好 那么存在的东西呢 唯我自物 是不是 好 那么这个情况说明什么 说明我们来看一下 物质世界是人类创造的 当然错了 是吧 我们说物质世界是客观存在的 并不是人类创造的 是不是 所以这个我们说 错了 是不是 好 来 看一下 第一选项 人类通过实践将自在植物 总化为唯我自物 好 正确了 好 同学们 你把这个自在植物和唯我自物圈下来 这个是马克思他们这个书的一个名词 什么叫自在植物呢 指的就是这里的 这个自然界原本不存在的化物 也就是说 我们少没有认识的东西 我们少没有认识的东西 少未认识的东西 会说还不存在的一个 把这个写上去 是自在植物 那么什么叫唯我自物呢 唯我自物 指的是已经被人类认识的东西 你把这个画下就行 这个概念呢 比较生僻 这个是马克思 他们的一个装用的一个术语 什么叫自在植物 少未认识的东西 什么叫唯我自物 是已经被人类认识的东西 好 因此这个选项正确 C物质世界依赖于人的意识而存在 错误 物质世界是客观的 是不依赖于人的意识而存在的 D 人造物质可以脱离 天然物质而存在 没法脱离 因为我们说天然物质 为我们提供了 这个 我们说来源 就是不能够脱离 出在这里 可以脱离 因此这个题呢 只有小B 是正确的答案 好 来看一下最后两个题 好 31题 前面巴拉巴拉巴拉 我就不说了 前来也就是这些 你看之前呢 这个我们说 破坏生态环境 结果呢 这个后果很严重 就是后面呢 这个人们痛定思痛 感谢回正了 就是 就不去这个破坏环境了 就是 然后呢 就取得了一个非常不错的成效 那么这个书名什么 人有自然的和谐 最终以恢复原始生态为归宿出卧 这是一个万能处的选项 是不是 好 我们说这个什么什么最终的归宿 这个表述呢 你直接把它干就行 这是一个度众的选项 度众的选项 就是我们 这本学科里面 没有什么是这个 人与自然的和谐 这个最终归宿 没有这么的一个书法 没有这样的表述 没有说什么什么 是什么什么的最终归宿 把这个直接干就行了 这个地方我再说一遍 人与自然的和谐 这个地方有点卡 人与自然的和谐 最终以恢复原始生态为归宿 好 这个我们说表述 错误 这是一个万能处的选项 直接把它给干掉 就行 好 有个宝宝会问 人与自然和谐的最终归宿是什么呢 很抱歉 我们并没有这样的表述 因此我们不用去纠结 到底人与自然的和谐 是以什么为归宿 好 这是关于这个选项 好 第一选项 人们改造自然界的一切行为 都会遭到自然界的报复 处造一切行为 如果我们以正确的实现方式 去对待大自然 去改造大自然 那么我们说 就会什么呀 让这个大自然呢 为我们啊 造福于我们人类 是不是 并不会遭到自然界的报复 因此处在一切 是吧 太绝对了 好 C 人在自然界面前 总是处于被自卑的地位 总是 也是 太绝对了 是不是 当我们充分认识到了 这些规律 我们就能够利用这些规律 为我们去造福 是吧 为我们服务 是不是 造福于人类 所以不能说总是处于被自卑的地位 是不是 第一 人类应当合理的调节 能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化 好 正确 看一下 最后一个题 这个题正确的是低 好 最后一个题 最后一个题 这个题呢 考的是 社会规律和自然规律的 它的一个不同 好 关于这个点呢 给你们讲一下 好 我们说规律啊 它是客观的 是不是 所以规律 有时候我们把它称之为客观规律 客观规律 当然是呢 客观规律啊 它可以分为自然规律 和客观规律 和这个社会规律 可以分为 有了 好 那么什么是自然规律 什么是社会规律 它们之间的这个区别和联系 是怎么样 我们最后这个题呢 我们进行一个系统的整理 好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含义 好 各位宝宝注意 什么叫自然规律 自然规律 它指的是自然现象 固有的 本质的 必然的 稳定的联系 好 它指的是自然现象 固有的 本质的 必然的 稳定的联系 这就是什么呀 这就是自然规律 它指的是自然现象 固有的 本质的 必然的 稳定的联系 那什么叫社会规律呢 社会规律 各位宝宝注意 所谓的社会规律呢 它指的是 就是通过我们人们的 活动 通过我们人们的 活动 表现出来的 社会生活过程 社会生活过程 各种 各种现象 尖的 好 固有的 本质的 必然的 稳定的 联系 这就是社会规律 它的含义 好 这是 它的含义 不一样 好 第二 来讲一下 它们的第二个不同点 好 先讲不同点 一会我还会给你们讲一下 相同点 好 不同点 第一个不同点 含义不一样 第二个不同点呢 就是它们的特点不一样 特点不一样 那么 自然规律呢 它是作为一种 谋目的 无意识的力量 去起作用 你比如说 这个 太阳东升西路 你看 这是什么 自然界 固有的一种 规律和现象 是不是 它是通过一种 盲目的 没有意识的力量 去起作用 不能说 你让它 往西走 它就往西走 让它往东边 升 就往东边 升 所以它是一种 盲目的 无意识的力量 起作用 但是呢 社会规律呢 它是通过 社会规律它是通过 抱有 一定 目的 和意图的人 有意识的活动 它实现 没什么 这个取掉 哎呀 完了 好 把这个抄下来就行了啊 自然规律 它是通过 盲目的 无意识的力量 起作用 但是呢 社会规律啊 它是通过 抱有一定目的 和意图的人 有意识的活动 来实现 因为我们说 社会啊 是由人构成的 是不是 因此 这个社会规律呢 它是要通过啊 我们这些 有一定的目的 和意图的人呢 有意识的活动 要实现的 讲言之 就是说 这社会规律呢 要通过我们这些 这些人 有意识的活动 来实现 但是大自然 这个自然规律呢 它是盲目的 无意识的力量 起作用 这是不同一点 好 再说一下相同点 相同点呢 你们直接写一些 很简单了啊 相同点 两个特征 一个是客观性 两者都是客观的 无非 这个不管 不管 不仅这个 自然规律 是客观的 那么 你的这个社会规律呢 也是客观的啊 具有客观性 是不有人的 一字为转移的 第二呢 就是他们具有重复性 具有重复性 什么意思啊 比如说 你看 当这个 条件成熟的时候 当这个物质条件 具比的时候呢 那么自然规律 它会重复的出现 你比如说 这个月时是吧 每隔几年 会出现一次月时 月时是吧 还有呢 你看这些什么呀 自然规律 可以重复 还有社会规律 可以重复呢 也是这样子 你看 在原始社会 我们说 生产力 与生产关系 他们之间的 矛盾规律 在这个原始社会 里面 有 在奴隶社会 丰敬社会 还有呢 资本主义社会 还有呢 共产主义社会 也是有 就是 你看 它会重复 是不是 这是关于 自然规律 和社会规律 两个相同点 两个不同点 好 下面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题 好 那么社会规律 它是不具有 重复性的 客观规律 错了 是吧 我们说 两者都是具有 重复性的客观规律 好 B 由多数人的意志 决定出国 因为它违背了 客观性的原理 是吧 无论是 这个自然规律 还是社会规律 都是客观的 都不能够 由人的意志去决定 C 通过人的 有意识的活动 来实现 好 这个正确了 出身 好 大自然 它只是通过一种 盲目的 无意识的力量 起作用 但是呢 这个社会规律 它是可以通过 这个人的有意识的活动 来实现 为什么说 可以通过人的 有意识的活动 来实现呢 就是因为社会 是由人各层的社会 社会离不可能 第一 比自然规律 更异于认识的规律 这个出的哪呀 比较急的选项 这种偏性的选项 我们说 基本上 都是出无的 是不是 你不是说 谁比谁 就更容易认识 是吧 两个都不容易认识 是不是 我们说 这个东西 干掉就行 因此这个题 这个答案是C 好了 我们今天呢 终于讲完了 要感谢各位宝贝 一直在听 我在那里讲 各位宝贝 辛苦了 那么下面呢 你们有什么问题 我们留几分钟的时间吧 有什么问题 大家可以提一提 好不好 为什么界面不动 还有问题吗 宝宝们 有问题的话 我们就回答一下 如果没有问题呢 大家就去忙自己的了 反正进入暑假了 咱们就踏踏实实的 跟着这个学霸 刷题班啊 好好地去复习 因为学霸 刷题班呢 就是今年呢 我们是先讲考点 然后呢 讲题 那通过这样子的话 就是让你们啊 把这个基础呢 扎扎实实的过一遍 大家在听课的过程中 有任何的问题啊 都可以提出来啊 就是包括对我们团队的一些 反应啊 都欢迎你们提出来 虽然我们也有一些不好的地方啊 比如说我们讲义啊 也有一些不好的地方 但是大家放心啊 一旦发现有任何的 这个不好的地方 我们都会及时的给你们说 大家呢 及时给我们提出宝贝的建议啊 一千题 二十六页十九题的B 看一下在哪去的 我看一下啊 这样子 这位宝宝 你一会加下我的微博 叫做杨亚娟考研政治 然后呢 你去微博里面问我 我跟你讲一下 我跟你讲一下 就是那个题 你最好是把那个题 因为那我这会没有拿那一千题 你把那一千题 那个题杆拍一下 给我看一下是哪个题 我给你讲一下啊 没事 不着急啊 好 可以 没问题 画重点的时候 给你们把速度放慢一点 还有就是有的宝宝在反映说 要那个 学霸刷题笔记的音频 是不是 那这个音频的话呢 大家稍等一下 因为这个呢 我们过多时间 会给你们录出来 录完之后呢 就传到咱们的群里面 你们直接去下载就行了啊 嗯 还有什么问题呢 看一下啊 好 这个社会形态的发展 是自然历史固产 你看 就说 它是由低级到高级 这么一个阶段 它是由低级到高级 这个是一个自然的一个固产 它并不是社会历史固产 它是一个自然发展的固产 就是 由低级到高级 我们先是由原始社会 然后呢 再到奴隶社会 再到这个 封建社会 再到资本主义社会 再到这个共产主义社会 题目的话 是这样子 题目的话 一般刷一遍就可以了 刷一遍的话 你听课 听我们的考点 背诵版 然后听完之后呢 你去做题 做完之后呢 你就做这个习题 因为 这就可以了 你后期再把你做错的题 或者说 我给你画的重点的题 再看一遍 因为后面 我们还有很多 刷题的机会 比如说 我们还有讲真题呢 是吧 我们十年的真题 都还会讲 还有呢 就是 我们后面 还会讲消八消四呢 是不是 还有很多助题的机会 所以呢 没必要去刷很多遍 你们一定要把这个经历 都放在我们的专业课和英语上面 甚至的话 暑假我们就花一个小时 一个小时到一个半小时 差不多 就可以了 经讲经历的书的话呢 因为小老师那个书比较厚 比较厚的话呢 看起来可能会比较耗时间 你看 如果你的时间比较紧的话呢 你就挑重点章节的看 然后如果时间比较多呢 你就可以慢慢的看 建议的话 建议就是还是挑重点看 不要全部去看 因为那个熟食的太厚了 嗯 问具体题目的宝宝啊 你们回去 回头去加一下我的微博 然后呢 给我发一下那个图 呃 我跟你讲一下 因为我今天没有带1000题 我只是有这个屏幕 所以呢 我我记不住是哪一题 是是什么 我看到那个题材才知道 大家一定要加油哦 各位宝宝 加油加油 呃 没关系 就是政治吧 其实呃 我们开始高入门的时候呢 会觉得有点难 呃 因为都是没有接触过嘛 是吧 很多的宝宝都是理科生 还有呢 很多是艺术生的宝宝 没有关系 就是你听 呃 我反复的讲几遍 就可以了 因为我会 这个发了复序 估计一个知识点啊 可能 呃 难道会回 估计会讲很多遍 是吧 呃 这个我们说 讲考译的时候会讲 然后呢 讲这个题的时候会讲 还有呢 后面还会讲 所以你不用担心 你不动的听 不动的听 就每一次我讲的时候 你就跟着我过一遍 呃 不动的去巩固 不动的去强化 就可以了 呃 这个学霸刷题班吗 学霸刷题班的话呢 呃 对 精神是运动主体 是维新主义啊 是维新主义 高查就说的是维新主义 没关系 理科生没关系啊 呃 因为去年我们很多宝宝 就是理科生 但是呢 成绩都很不错 都考了七十多分啊 所以没有关系 但是前提是 一定要认认真正的学 呃 就是要能冷受杨老师的普通话 是不是 呃 经讲经验可以不看 呃 你可以直接跟着 我们的学霸刷题班就行 我们的学霸刷题班呢 就是包括我们的这个 三个部分嘛 一个是讲考点 然后呢 讲一千题 然后呢 讲习题 三个部分 没有关系 呃 这个没关系 没关系 呃 不要着急 就是咱们 呃一点一点的拿啊 可以 只看背诵本的内容可以 呃 是这样子 因为我们背诵本呢 就是严格按照我们考钢的要求来 呃 所以呢 我把所有的水分都给你们挤掉了 全部是干货 你们直接跟着背诵本就行了 呃 因为虽然背诵本的东西呢 很少 很干货 但是我都会给你们讲 把这个点来给你讲特 而且呢 就是我们还会再讲一轮题 呃 基本上你这个知识点呢 你都顾了一遍 啊 没有问题了 呃 这个宝宝生产方式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 注意生产方式 它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总和 它包括两个方面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 呃 这个宝宝说相对独立性 好 相对独立性 它的最后一个表现 就是意识啊 它跟物质的发展 它不具有同步性 啊 也就是说它具有不同步性 啊 这是一个意思啊 就是它不具有同步性 或者说它 不具有 或者说它具有不同步性 不同步性 总的意思是一个否定啊 不具有同步性 或者说具有不同步性 啊 这个意思是一样的 啊 今天的重点题啊 行行行 这个没问题 我给你画画啊 画重点 呃 然后呢 你们翻看我们的7题吧 呃 给你们画一下 呃 第一重的话呢 就是第二题就行了啊 其他不用管 呃 第二重的话呢 第五题 第五题看一看就行了 然后呢 其他的 呃 我看一下 其他的 其他的 你把这个第七题 看到了吧 第七题画一画 然后呢 呃 我们的这个 第第九题 第九题画一画 呃 十一题画一画 呃 十五题 还有呢 就是这个 二十题 二十题 二十三题 呃 这个二十六题 二十六题 还有呢 二十七题 还有我们的这个 二十九题 二十九题跟 跟这个三十一题吧 啊 就这几个题啊 看一下 就行 那么像三十一题呢 这个题比较简单 啊 这种题呢 我们一般都能选对 就这几个题啊 可以 就是可以不提前做一千题 这个看你的基础 如果你之前 因为我不知道你的基础怎么样 就是如果你在听课之前 听我的课之前 你已经呃 过了一遍 这个经讲经验了 或说你听了其他老师的课程了 那么你可以先做一下一千题 然后呢 把那些不会的题啊 你给标出来啊 然后呢 听我讲 但是如果你之前完全是没有基础 那么你就可以不用去做这个题 你就我们就一边跟着老师做 啊 做完之后呢 呃 你可以去做这个七题版啊 来检测一下 因为我们系列版很多的题 真题啊 跟我们一千题 有些题啊 是重复的 是不是 所以呢 刚好是起到一个第二遍 刷题的这么一个功效 你看你这个画的饼 画的饼 这是意识 就是啊 真的饼 这个是物质啊 它并不是说 两种不是同一个步调 它不是说你 你画饼扎前 然后呢 给你一个饼扎后啊 它不是这个意思啊 是不是 就一定要注意啊 你看 他给你画一个饼 这是意识 但是这个饼呢 你不能够吃啊 吃 然后呢 就是真正的饼 这个是物质 是不是 好 那么画饼不能冲击 比如说你画这个饼 这个意识啊 它 你想象的这个东西 它不等于 这个 本来的这个事物 它不等于 实在的事物 换言之 就是意识啊 它不等于物质 它是这个意思啊 注意就是意识和物质的不同步性啊 它指的是 就是两种 从实际上来看 不是同一个步调 不是同一个步骤 是吧 有时候呢 这个意识啊 在前面 有时候呢 意识啊 在后面啊 表现为意识具有超前性 或者说意识具有滞后性 你比如说 呃 你出门 这个天还没下雨 但是呢 你这个判断 天会下雨了 然后呢 呃 过几秒钟之后 真下雨了 你看这就是意识的超前性 所以一定要注意啊 呃 这个意识与物质的 呃 不同步性 指的是 从实际上来看 这样子呢 不是完全啊 同一个步调的 呃 还有其他的问题吗 保卫妹 如果有具体的知识 还不懂的 没有关系啊 就直接去我的微博里面 给我截个图 然后呢 我再回答你们啊 呃 就是一定要搞懂啊 一定不要 呃 一定要搞懂 如果稀里糊涂的 那后面的话 可能就更加的 这个一脸懵 一脸懵逼的是吧 所以呢 我们还是尽量的搞懂啊 没关系 多花点时间去研究就行啊 没没没没没问题了吧 啊 这句话呢 是这个马克思说的话 呃 他这句话的意思呢 就说呃 你不要去害怕这个问题 因为问题出现的时候呢 解决问题的办法也产生了 他就是 就是这么一种 有点夸张的这种意思 就是马克思他说话的时候呢 有时候就就有那种感觉 你知道吧 就是感觉有时候说话 有点夸张 所以他这句话呢 强调的是什么呀 强调就是说我们的意识啊 这个能动性啊 这种作用 就是说你不要去怕问题 不要怕困难啊 因为当这个困难 当这个问题出现的时候呢 呃 我们解决的这个问题的方法也出现了 就这么个意思啊 马克思呢 安慰一下我们啊 一千提下车的答案啊 可以不用看了 这个的话 因为老师上课都会给你们讲答案啊 所以呢 你看不看都无所谓啊 可以不用看了 好了 宝宝们还有其他的问题吗 还有三分钟啊 如果没有问题呢 我们就下一次做直播了啊 好吧 可以对 暑假的时候 你只需要跟着学霸刷梯学习就行了 学霸刷梯已经足够了 然后我们这个学霸刷梯了 就是我们先讲背证板 再讲题啊 这种方式啊 你们觉得这个没问题是吧 呃 你们如果有什么其他的呃 这个想法呢 我们也可以调整一下啊 呃 这个主要是看你们的一个呃 习惯呃 就是说呃 我们做这个产品呢 主要是为了你们是吧 你们呃 让你们觉得呃 更加的便利啊 让你们呃呃 节省时间 用最短时间去学习我们政治 所以呢 没有看到他的无限 没有看到他的无限 所以呢这个表数啊 呃 我们说不严谨 没有问题的吧 没有问题的 你们就 你们就好好休息一下啊 呃 不能休息 你们还得复习哦 还得复习一下 看看书吧 消化一下啊 28题的选项 28题 我看一下28题是什么题 28题的选项 哦 哦 这个题啊 好 行 呃 28题 时间和空间是有限的 物质运动是永恒的 那么这句话呢 主要是出在前半截 因为后面这半截呢 是对的 那么物质运动是永恒的 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永恒啊 你把它圈下来 永恒就是说无条件的 绝对的啊 物质运动是绝对的 无条件的 是这个意思 所以物质运动是永恒的 这个本身没有问题 但是前面这半截不对 因为时间空间 它既有有限 既是有限的 又是无限的 好 关键是前半截不对 那B选项 时间和空间是通过物质运动的变化表现出来的 好 这个呢 呃 是正确的啊 因为我们说物质运动啊 它肯定是在一定的时间空间里面去 呃 这个 这个运动 是不是 好 哎 你看这个题啊 它这个题 它是如何判断长者的年龄啊 就是根据这些成绩物啊 它的运动变化的一个情况 然后呢 呃 才推测出这个长者的年龄的 是不是 因此说时间和空间是通过物质运动的变化表现出来的 而C 时间和空间是指标示物质运动的观念形式出在哪呢 出在观念形式啊 因为时间空间 它是什么 它是客观存在的 它并不是一种观念 并不是一种我们人的这个意识 或者说精神的形式啊 是不是 C 它是一种维心主义的观点 而D 时间和空间是物质运动的存在形式 好 这个正确了 好 因此这个题呢 我们说正确答案呢 是这个小B和小D 第二个和第四个 还有问题不 宝宝们 没有问题 我们就 呃 今天我们就到这里结束了啊 20题 20题 20题呢 它说是这样子 就是你看 呃 当时呢 有一阵风吹过来 是吧 吹的那个旗子在动 然后呢 一个和尚说是风在动 一个和尚呢 说是这个旗子在动 然后呢 两个人在那里争吵 是吧 呃 面红而刺的 呃 于是呢 拿着一位高人 呃 叫做慧能 呃 他跑过来说 他说不是风动 也不是翻动 而是什么呀 能走心动 好 你看风是什么 风是什么 是吧 风呢 也是物质 是不是 他认为不是物质在动 而是能走 能走 不是一个能吗 能意的这个走 能了能 是吧 心动 是这个能走啊 他的精神在动 因此他是承认什么 在动啊 这个精神在动 是不是 因此认为精神是运动的主体 选第一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啊 二十一题 嗯 啊 这边是有点卡 好 行了 看一下啊 好 各位宝宝还有其他的问题吗 呃 这样子 就是如果还有个别的宝宝 还有哪一个题 呃 有问题的 你们就去关注我的微博 叫做杨亚娟考研政治啊 然后呢 呃 截个图给我啊 然后就是我再给你讲 讲到你懂为止啊 呃 然后就是 我们就下期再见啊 各位宝宝 好 这个 这个 你们如果还有不懂的话 直接去这里就行了啊 去问我就行了啊 因为可能其他的宝宝可能没有问题了 就是 这个微博里面啊 可以了吗 这就停了吗 好 好 客宝宝 再见再见啊 我们下期再会 加油啊 加油 一定要多喝水 多喝水啊 不要感冒了啊 一定要加油 呃 考研就是这个 持久仗啊 啊 这个谁笑到最后 谁就笑得最好 好 祝各位宝贝啊 金宝提名 好 再见啊 这关关关 关哪 关哪 还没说完 没说完 是吧 可以了 对 谢谢 好